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生完孩子 我净身出户 陆君臣做的绝情 我反手以股东身份杀回他公司调查 他后悔了 拼命挽回 但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甘愿在他背后洗手做羹汤的陆夫人了 当我生完孩子从抢救室里推出来时 迎接我的只有离婚写一书 静静躺在床头柜上 病房里只有家里的保姆张嫂陪着我 环视了一圈这空荡荡的病房 我心中了然 却还是不死心地问道 张嫂 君臣和孩子呢 张嫂是个老实人 她支支吾吾开口道 夫人 陆总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了 马上就回来 你也别多想 可能有钱人家比较讲究 有这么个流程而已 张嫂 我渴了 你去茶水间烧些热水吧 支开了张嫂 我拿起了桌角的离婚协议书 细看起了内容 呵呵 这个男人真是一如既往的 使金钱如粪土 给了一笔可观的抚养费 而这个孩子 因为是女孩 不是他们家族期盼的男性继承人 所以他也懒得和我征抚养权了 厉眉 呵 我心中自嘲 傍晚时分 陆君臣回来 把孩子还给了我 甩给我一句话 就匆匆离开陪家人了 消炎小叔回来了 而你在三年之内 也没有给我生出男性继承人 我们的婚前协议生效 你出了月子 我们就去民政局办手续 离婚协议书的内容 你要是觉得有不满意的地方 就和朱助理联系 我亚生答道 心中丝丝绞痛 是心疼自己 也是心疼我怀里那个被爸爸和他家族遗弃的孩子 月子里有张嫂照顾 我每天除了喂奶就是睡觉 身体恢复得蛮好 直到那天来了个不速之客 朱助理夫人 陆总让我向您转述之前的那份离婚协议内容作废 过几天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以这份的内容为准 朱助理说完 双手递给我一份已经签过字的离婚协议 为什么让我和孩子净身出户 我的语调不自觉地颠抖着 我不敢相信这个我爱了六年的男人会做得如此绝情 朱助理扶了扶眼镜 眼神飘忽 低着头轻声道 亲子鉴定书显示 孩子不是陆总亲生的 胡说 你们怎么可以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泼脏水 我怒吓一声 随即拨通了陆君臣的号码 与他对质 电话接通 传来了女子的交喘声 君臣 你轻点 许是刚刚我的情绪爆发 带出的怒吓 惊扰了孩子 原本熟睡地 他在摇篮里哇哇大哭 我固步地手机 心疼地将他抱在怀中 哼着歌 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望着孩子小小的脸庞 我不忍心再让他受一点点委屈 不管是再次戳手指咽血 还是被人只看骂来路不明 他这么怪 他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他不用向别人证明 他的爸爸是谁或不是谁 他只需要在我为他撑起的那片港湾里快乐无忧地成长 替我转告陆总 不用等我出月子了 明天上午九点 我们约在民政局门口办手续 办完手续 我就带着孩子搬出这套房子 第二天把孩子托付给张嫂 因为没出月子 我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来到民政局门口时 陆君臣已经早等在那里 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陆总 我们进去吧 早点办好 我还要赶回去给孩子喂奶和搬家 萧嫣 你这个贱人 你竟然敢让我替你养野种 陆君臣的话 引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我直接无视 跨不进了大厅 曲号手续很顺利 离婚证拿在手里的瞬间 我心里竟然是轻松的 是这段婚姻太累 爱这个男人太累 而如今 我和孩子终于解脱了 追上大步走在前头 一言不发的陆君臣 我轻笑道 好歹是同传共枕三年的夫妻 临别赠言都没有吗 陆君臣皱着眉 厌恶地避开我 却被我一把拉住 紧接着 我用尽全身力气甩了他一巴掌 渣男爱上你 是我眼瞎 把自己女儿说成野种 是你心亡这一巴掌 是我送你的临别礼物 祝你和你的小叔天长地久 从此不用再祸害他人 永别了 渣男许是从没见过逆来顺受的小绵羊 爆发成一只会动手打他的母老虎 又许是我刚刚那段话信息量太大 陆君臣一时愣在那里 留下惊恶的男人 我随即上了路边的出租车 用手机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爸 这个赌约我输了 我回来了 电话那头愣了几秒 我做好被父亲痛斥的准备 未成想 那头传来几声爽朗的大笑 好好好 不愧是我肖男的女儿 都是不撞男强不回头的个性 如今你自己看清陆君臣的真面子 那就加吧 我和你妈妈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 三年婚姻受了无数委屈 我都坚强地忍着 甚至月子里被那个渣男如此污蔑和侮辱 也只是不甘和秋心 然而爸爸的一番话 却让我绷不住 在出租车上掩面而泣 年轻时总觉得自己眼光好 品位高 不惜和父母闹翻 也要一意孤行 追求所谓的爱情 最后却落得个气负的下场 回去后 我简单收拾了一些必需品 张嫂刚帮我把行李箱搬到一楼 接我的车已经到了门外 宾利车里下来一个高个男子 剪着利落清爽的小平头 小麦肤色 明明是个健壮的体格尔 天天生了张娃娃脸 和一对浓眉大眼 单看着长相又乃又狼的 请问您是萧小姐吗 我是顾清涵 萧总派我来接您回去 好 我们走吧 车子渐行渐远 我探出头 最后望了一眼生活了三年的路窄 萧小姐 您现在还在月子里吹风不好 我帮您把窗户关上吧 顾清涵关切地说 陆君臣 你看 刚见面的陌生人 都会关心一个在月子里的虚弱产妇 而你却能扔下抢救室里的我 抱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更因为莫须有的一份报告 而遗弃自己的女儿 所以现在 我不要你这个渣男了 虽然我曾经那么爱你 回到了萧宅 家里还是原来的样子 包括我的房间 爸妈从国外赶过来 要晚几天才到 即使爸妈不在 姜姨他们也把我当公王一样宠看 恨不得让我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就是手机被他们藏起来了 说是月子里看手机对眼睛不好 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怕陆君臣那个渣男联系我 影响我情绪 所以当我看到陆君臣被的新闻 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事情了 不得不说八卦媒体记者是真八卦 专门着陆君臣肿了的那半边脸拍特写 那么一个爱臭美的陆大总裁被捧成猪头 这么刺激 我搜了搜关键词 陆君臣被揍 果然出现了好多视频 随便打开一个视频里的陆君臣真的被捧得挺惨 鼻子流血 嘴角挂踩 半边脸肿的老高 有气无力躺在地上捂着肚子拧着眉 这会儿的他合适半点沾不上边 爸 我看到陆君臣被人揍了 您找人干的 我带着疑问的语气十分肯定地问他 对 是我 那天清寒告诉我你还在月子里 就被那小子赶出来 我就恨不得立马回来撕了他 所以我让清寒小小教训了他一顿 孩子 你过得不好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父母和自己孩子之间哪有什么隔夜愁的 父亲继续道 清寒身手好 做事干净 人狠话不多 这是交给他 我放心 孩子 你放心 这还只是钱菜 等我回国后 你受得委屈 我会慢慢替你讨回来的 爸 虎父无犬子 算我一个吧 再见 陆君臣已经是半年后 陆氏集团三年前跟风创建了一家名为新风的半导体子公司 但是项目投资大 资金紧张 当时虽然父亲与我关系闹得很僵 却仍然担心我婚后过得不好 重金入资了这家公司 考虑到半导体行业的风险性 当时签下了严苛的对赌协议 如今对赌协议第一年已到期 半导体行业也出现了市场下滑 毫无疑问 陆氏集团对赌失败 而我则是代表肖氏集团 对这家公司现状 进行禁止调查 评估和处理陆氏业绩不达标 对赌失败的后续事宜 当陆君臣看到拎着电脑包 化着淡妆 梳着法式盘发 被一身精致商务连衣裙包裹着的我时 微微有些惊讶 萧妍 你入职萧氏了 我笑一声 陆大总裁开动你聪明的脑袋想一想 你猜萧氏为什么要叫萧氏 不叫陆氏 也不叫马氏 似乎是因我的提示想到了什么 陆君臣的脸色顿时不好看了 你是萧氏财团的人 萧南萧总是你什么人 陆总真是一点就通 你提到的萧总正是我爸 比人不才 是他的独女 我友好的向他伸出手 公事公办的口吻继续道 作为萧氏集团的投资副总 我将负责本次与你们陆氏的协商工作 现在我们首先要对你们公司经营运作和财务状况 进行尽职调查 陆君臣此时的神色犹如从云端跌落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 消炎 今年半导体行情有些许下滑 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 而且我们现在加大了研发投入 几个新品陆续投放 市场反响不错 所以虽然新丰今年业绩没有达标 但是明年和后年还是前景可期的 没兴趣听陆君臣画大饼 我直接打断他 陆总口说无凭 一切等我们禁调结果出来在意 让你们财务总监过来和我们对接 禁调材料吧 说完 我坐下打开电脑 扭头和小组成员们讨论后续工作安排 见我不再搭理他 陆君臣识趣地走开 不一会儿 一阵搭搭的高跟鞋 采集地板的声音 有远极近 各位老师 我是钱叔 新丰公司的财务总监 门口进来一个高个女人 这一张嘴满面笑容 就是笑得有点勉强 有点假 所以这就是我那眼盲心瞎的前夫 心心念念的小叔 就这 我心中冷冷一笑 丢了一册十多页纸的禁调资料清单给他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需要新封提供的资料 钱总 我是肖炎 这次禁调的项目负责人 这本册子上列明的 都是我们这次禁调需要的材料 麻烦尽快提供 有任何问题 请随时与我联系 钱叔接过那本小册子 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资料清单 脸都绿了 我贴近他的脸 钱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你们新封今年业绩实在太不尽如人意 所以需要禁调的内容有些多 您和您的同事们辛苦 如果这次禁调结果满意 说不定我们和陆氏的对赌协议还有回旋的余地 钱叔不愧是让陆君臣败倒在其十六群下的优秀女子 立马恢复了他出色的表情 管理讨好道 肖总 您叫我小钱就好 我立马让同事们去准备材料 午饭时间快到了 我们先去吃饭吧 陆总已经订好了房间 在酒店等我们 陆君臣虽然之前对我这个前妻抠嗖嗖 让我净身出户 但是他对金主爸爸们还是蛮上道的 车子停在当地一家豪华五星级酒店的下课区 这个地方我有些印象 钱叔曾经发过一张穿着酒店睡袍 已在露台看风景的亮照 定位正是这里 当时我还吐槽 这谁技术这么差 拍照也不把人放中间 现在看来应该是我那前夫哥陆君臣派的 两人原来这么早就重拾旧爱了 可怜那会儿我正大着肚子抱着马桶 忍受孕吐的不适 饭桌上愁交错 这次我是肖氏集团团队负责人 所以坐在主位 陆君臣作为新丰的董事长 自然坐我旁边 而钱叔作为财务总监 则乖乖坐在对面 席间 陆君臣热情地向我介绍这家店的特色菜 时不时加上一筷子放我碗里 我默默地用筷子把菜拨到一边 继续抿一口茶 以前结婚三年都没见你对我这么热情 装什么装 大家正谈笑着 突然有人敲门 紧接着看到江姨抱着一个奶娃娃 站在包厢门口 顾清涵陪同着这一老一小 我起身和众人打招呼 不好意思 宝宝要喝奶 我找个空包厢 你们继续 而我刚出包厢 手臂被人抓住 我扭头 原来是陆君臣追出来了 她的眼红了 哑声道 她是我的女儿 对不对 我知道她会这么问 因为六个月大的乐乐展开了 眉眼间和她颇为相似 不过现在婚也离了 老婆和孩子也早被她赶出来了 又来问我 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陆总 你要相信科学亲子鉴定书都说了乐乐不是你的孩子 我言简一渴 一针见血 陆君臣还想再求证些什么 拉着我的手臂不让走 但她手腕已经被顾清涵捏住 一阵痴痛后松开了我 放开萧小姐 你不配碰她 陆君臣挑眉 挺着顾清涵冷声问道 她是谁 我笑着答道 陆总 我和女儿两个人孤儿寡母 柔弱不堪 平时家里换个灯泡 通个下水道的帮手都没有 所以我从我爸保镖队里挑一个长的诗 又听话能干的年轻人做保镖和私人助理 爱不着你这个前夫什么事吧 说完 我把胳膊伸到顾清涵面前 刚刚陆总抓疼我了 你帮我揉揉 顾清涵也不二话 面无表情地伸手 用掌心轻柔地帮我按压胳膊 她刚离开 我就从顾清涵的手掌中抽出手臂 解释道 清涵 不好意思 刚刚突然有些冲动 想弃我那渣男前夫 所以用词有些冒犯你了 其实你很优秀 我爸让你跟在我和乐乐身边 实在是委屈你了 改天我跟爸提下 让你回集团上班 顾清涵走在我后边 一生不知再想些什么 我也没多想 静止进了空包厢 找乐乐他们 等晚奶送他们离开酒店后 我回到了包厢 有位新风的高管牢里 酒喝得高兴 八卦的基因觉醒 萧小姐 你这么年轻漂亮 没想到都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刚刚那男的是你老公 只是孩子还这么小 你老公怎么舍得放你出来 东奔西跑做项目的陆君臣 听完脸一下子红了 一直红到耳朵 跟他瞪了 这个高管极眼 这点小动作自然被前书看在眼里 身为陆总的贴心结语花 他适时地站起来 举着酒杯恭维我 萧总那是能者多劳 来 萧总 我敬您一杯 我顺势举起茶杯 故作无奈的神态把话题又绕了回去 钱总又赞了 刚刚那不是我老公 是公司派给我的私人助理 其实我是单亲妈妈 离婚后一个人带孩子压力大 所以才早早出来上班带项目 赚点奶粉钱 所谓九状孔人胆 老李听完我这一番话 生出了满肚子的正义感 他一拍桌子 怒骂道 萧总 你那前夫可真不是个东西 孩子还这么小 也能干出抛妻弃女的缺德事 你可干 万别心软 放过他 去法院告他 让他给抚养费 我有个兄弟在法院做庭长 改天介绍给你 你最好在找到点他当时婚内的过错事实 发他个净身出户才解气 我点点头 转身问陆君臣 陆总 您觉得李总说得可行吗 陆君臣沉默 紧接看 拿起手边的酒杯 连贯了自己三杯 萧总 我自罚三杯 陆君臣的酒量 我是清楚的 所以等这场午宴结束时 我看到了走不了一条直线的陆总 迷迷糊糊地任由钱书扶着去楼上酒店房间休息 这本是一幅朗友情切有意的美好画面 奈何人间正义使者老李突然插进了亲密的两人之间 小钱 你傻呢 大股东代表来视察工作 你好歹注意点兴风的企业形象 快 我来 我来 扶陆总回房间 你去把饭钱结一下 老李从前书手里强势抢回陆君臣后 又和我们陪笑道 离下午上班时间还早 我们在楼上开好了终点房 几位老师去休息一会儿 来到了新丰安排的房间 脱了外套刚躺下 门铃响了 谁 阿言是我君臣 刚刚那酒里是下了迷魂药吧 阿言他什么时候这么轻易地喊过我 我嘀咕着打开门的瞬间 突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陆君臣突然双膝跪在我跟前 带着哭腔 声音抖着一遍遍嘎道 阿言 阿言 我错了 我后悔了 你带着孩子回来好不好 我探出头 看看走廊两边 还好没有人 赶紧低声提醒道路 君臣 你疯了 你想第二天上新闻热搜吗 话音刚落 陆君臣已经爬起来 突然抱住我 然后推着我一起进了房间 将门关上 我想推开他 但是酒后的他力气很大 他紧紧抱住我 将下巴靠在我的肩头 痛哭着 阿言 我刚刚打电话逼问朱助理了 他承认是他 我不注意换了检测标本 我错怪你们了 这是我的孩子 是我们的孩子 陆君臣 要不要我提醒你 当年我为你生完孩子还没出抢救时 生死未下 你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扔在了病房 不管有没有后面亲子鉴定这一出戏 你原本就不打算跟我再过下去了 这个孩子你也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 他现在和我装什么深情 迟来的深情底草 见我挣脱不开 他只能一脚狠狠端在那里 趁机甩开他 躲到房间另一头 冷眼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 借着酒尽作态的模样 我现在只觉得恶心 陆君臣不甘心地解释 阿言 当初的我是混蛋 是畜生 可是离婚后 每天面对空荡荡的房子 想起和你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 我又有些想你 她的眼睛通红 不知是酒上头了 还是真的说到了情绪激动处 离婚后我尝试过找你 张嫂也时常和我说 女人刚出月子 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艰难 可是你电话不接 原来的住处也搬走了 仿佛带着孩子人间消失一般 当时的我是矛盾且痛苦的 我被那份亲子鉴定书误导 恨你背叛我给别人生孩子 可是我又舍不得你 陆君臣嘶吼着 为什么 为什么当初你不告诉我 那份亲子鉴定书是假的 我白了他一眼 这男人还真是扎得明明白白 呵呵 陆君臣 你给过解释的机会吗 当初我打电话给你解释 孩子身世的时候 电话里只有你和你的宝贝小叔 快活销魂的声音 紧接着又是朱助理带来的 让我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过我 如果不是我爸不济钱嫌 将我接回萧家 好好调养身体 我和孩子只怕现在还缩在哪个出租屋里相依为命 疲于生计 陆君臣 你不配跪在我的面前 恰逢此时 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我想越过陆君臣开门 可他死死地堵在床边 向我扑来 我步步后退 一只手摸到了窗边的花瓶 大叫道 陆君臣 你想牵什么干军一发之计 门被端开 紧接着陆君臣被人秋着领子 一把抢在地上 我知道是顾清涵来了 刚刚陆君臣推我进房门时 我就给顾清涵发了信息 顾清涵这次下手击重 将陆君臣按在地上 一拳接一拳 清涵差不多就行了 毕竟下午还有商务工作要谈 顾清涵松开 揪着对方衣领的手 起身拍拍膝盖上的灰 抬头询问道 萧小姐 您没事吧 要不要报警 算了 他也没对我做什么 你把他扛到床上去 我去车里坐会儿 回到车上 我的眼泪赖得往下掉 这个男人曾经视我如草芥 心中只有白月光 前书 如今白月光到手了 又跪下认错 求我回来定字而首了 以后就沦为了那一口寡淡无味的油饼了 不论何种原因 我都觉得自己当初和父母闹翻孤身架踏是个笑话 也难怪沦为月子里就被赶出来的气腹 顾清涵递给我几张碟好的纸巾 萧小姐 您这么优秀 是陆君臣有眼无珠 您别哭 这种男人不值得 今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驾驶座 而是坐在我旁边轻声安慰我 如果您实在伤心 我把肩膀借给你吧 我有些异地看着他 毕竟这话实在不像是冷冰冰的 他会说出来的 顾清涵被我看得脸红 结结巴巴地解释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 女生伤心的时候喜欢靠着别人的肩膀 我笑着白白手 心中默念 这小下属平时看着生人物尽怪高冷的 原来是个外冷内热的纯情小年轻 你也说了是女生喜欢 我已经是孩子他妈了 心里难受 哭一会儿就好 成年人的痛要学会自己扛清涵 今天谢谢你 肖小姐 您别这么客气 肖总把我派到您身边 就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 我听说禁止调查的现场工作 还要好几天 这几天除了中午接乐乐来喝奶 其他时间 我都在禁调现场陪着您 这样陆军臣就不敢在您面前放肆了 我想了想 同意了 接下来几天 有顾清涵像官二爷一样 冷着个脸坐我旁边 陆军臣明显老实多了 那天其实酒醒之后 他又发信息给我道歉 说自己酒喝多了 有些冲动 也希望我再给他个机会 我扫了一眼那条信息 直接删除了 禁调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陆军臣辞退了财务总监 前叔正在拖猎头 寻找新的财务总监 不过 即使陆军臣不辞退前叔 我作为投资人 也要找他谈前输的事情 这次禁调过程中 负责财务审计部分的同事找到我 跟我说 公司账有问题 我仔细看过 收集过来的财务资料 盘点数据和一些生产相关资料 的确有问题 公司有一部分产品以很低价格卖给了部分客户 而在访谈过程中 有员工偷偷告诉我们 这些客户都是前叔的关联公司 也就是说 前叔利用自己的贸易公司 从公司低价拿货 在高价转让赚差价 而他又是公司财务总监 和陆军臣更是关系匪浅 公司内部的人敢怒不敢言 这才有人趁着我们禁调访谈时 偷偷大胆说出来 陆军臣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也很是震惊 也许他也没想到 他的白月光 在工作上将他的公司当成摇钱树 从中套利 在生活上更是独地买通他的助理 在他的亲子鉴定检测标本上动手脚 我推开他办公室大门时 正看到他摊坐在沙发上 发呆无神地望着天花板 看着这么无助又可怜的陆军臣 我适时地补上一句戳心窝子的话 陆总 你把钱叔奉为白月光 他只当你是摇钱树的感觉如何 陆军臣眉毛拧起来了 我再补一刀好了 陆总不要伤感了 来谈正事了 我们的禁调工作接近尾声 新疯的公司情况我已经基本了解 说实话不太理想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你们陆氏对赌失败的赔偿问题吧 陆军臣的表情逐渐痛苦 对了 钱叔从公司以超低价拿货赚差价的行为 涉嫌职务侵占罪 我已经作为股东代表帮陆总您报警了 不用谢 陆军臣现在是痛苦又不敢置信的表情 真的太精彩了 陆军臣之前被钱叔迷的七婚八素 任由他在公司顶着财务总监和陆总小情人的名头胡作非为 或同他人掏空公司 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 行为十分恶劣 因此 针对这次对赌失败的赔偿问题 我作为肖氏集团谈判代表 分毫没有退让 按照合同约定要求 陆军臣个人 作为公司实控人 以当初投资价格的两倍回购肖氏的投资款 合计五个亿 陆军臣哭诉自己 当初混蛋不该对我和孩子不闻不问 陆总 您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们娘俩 那就赶紧按照合同约定回购消失股份 这样我和孩子在娘家才能过得更好不是 阿言 我真的没办法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出来 能不能再协商其他的赔偿方式 陆军臣哀求道 渣男又来这一套 以为我还和从前一样 他勾勾手我就服软吗 陆总 当初这份对赌协议是双方友好协商确立的 如果你拒绝按照合约赔偿 那我们只好法庭上见了 我随手翻了翻那份协议 继续道 只是不知道这是被媒体报道后 对陆氏集团的股价有何影响 到时候你痴迷女色 放任小情人侵占陆氏关联公司巨额财产的事情 抖楼出来 只怕你这个陆氏总裁的位置要坐不安稳了吧 我记得陆老爷子还有两个儿子 三个孙子吧 我满意地看着陆军臣欲加绝望的眼神 前书现在估计已经进去交代他的犯罪事实了 你现在与其在这儿和我浪费时间 不如赶紧想办法救你的小情人吧 阿言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冷血 陆军臣被逼急了 呵 陆军臣撒泡尿照照你自己 就你也配说我冷血 我爱你时 你是我心中的宝 所以我对你无限包容 甘心为你生儿育女 洗手做羹汤 可我萧炎作为萧家独女 从来就不是任人欺压的小白兔 我压低声音 眼神凌厉起身 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 俯视着呆坐着的陆军臣 然后利落地转身离开 独留他自己慢慢权衡利弊 后来 陆军臣卖了部分房子和股票 凑齐了钱 回购了萧氏持有的新丰股份 可谓狠狠地大出血 小情人前书则比较惨 在他和陆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之间 陆军臣选了后者 而他则沦为弃子 因侵占公司财产数额巨大 被送进监狱改造 没个好几年是出不来了 父亲拍拍我的肩膀 感慨道 女儿干得不错 若不是陆军臣错把榆木当珍珠 把你这颗珍珠赶回萧家 也许这次新丰业绩失利 我们萧氏还能再帮帮他们 如今他不仁义在先 我们这么做也算不得落井下石 爸 其实陆军臣也不是一无是处 毕竟乐乐遗传了他那副好容貌 如今越来越可爱了 将来肯定是个小美女 看在乐乐的面子上 我这次已经对他手下留情了 我从父亲手中接过 咯咯笑得乐乐 继续道 陆军臣前几日转给我五百万 说是给乐乐的抚养费 我想着 这本来就是他这个当爸的该做的 也就没拒绝 不过他提出 周围想带乐乐去游乐场玩 父亲皱着眉不满地抱怨 当初不是嫌弃乐乐 是女孩不认乐乐的吗 现在假积极什么 爸拿人手短 既然他给了抚养费 那让他看看 女儿也未尝不可 父亲不知我心中算盘 其实在我看来 他想看乐乐就让他看 等他渐渐和孩子有了感情 看到得不到财 最是心仰难耐 那行吧 父亲强答应清寒 你全程跟着 所以周围的游乐场 当陆君臣看到我 乐乐和顾清寒的奇妙三人组合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陆君臣上来就对着顾清寒下注课令 你把孩子给我回车上等着吧 树南从命 萧总分舵 我今天全程跟着萧小姐和乐乐 保证他们的安全 顾清寒依旧那副高冷面孔 陆君臣心里有气 可是看了一眼顾清寒那结实的胳膊 直到打不过他 最终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闭了嘴 被迫接受了我爸安排的四人行 乐乐还好 只能玩一些低幼的项目 陆君臣想抱着乐乐做旋转木马 可是他刚准备接过孩子 乐乐就突然哭起来 不给他抱 每到这时 顾清寒就主动上前接过孩子 轻拍他的背部 替他顺气 果然 不一会儿 孩子就不哭了 趴在顾清寒的肩头 好奇地东张西望 陆君臣 你看这强扭的瓜不甜 之前我生孩子伤了身子 你又抛弃了我们母女 所以这几个月 孩子一直都是姜姨和清寒抱着 他喜欢清寒和你不亲 也是正常的秘 定是心里不好受的 不禁宽慰他 其实你堂堂路是总裁 想要孩子 有的是女人愿意给你生 没必要屈尊讨好 乐乐他是女孩子 不能帮助你坐稳路 是总裁的位置 当然 你要是对前叔情根深重 只想要他的孩子的话也不难 再等个几年 等他从监狱出来 就可以给你生路式继承人了 陆君臣终于到了忍耐的极点 你闭嘴 行 陆大总裁不待见我 那我回车上坐着 清寒你抱着乐乐陪路总好好玩 帮助他和孩子好好培养父女感情 我回车上后不久 他们也回来了 听顾清寒说 他们两个大男人抱着乐乐排队玩项目的时候 有些人指指点点 陆君臣隐约听到般配之类的词 脸都红了 买了个玩具给乐乐 就寻了个理由 离开了乐园 我逗着乐乐肉嘟嘟的小脸 心情格外好 乐乐 你看当初 你爸有你妈这么能干的老婆 和你这么可爱的女儿 可是他不珍惜 现在他后悔了 只是这世上 哪有后悔药可以吃呢 萧小姐 后面有车跟踪我们 顾清寒突然打断了 我和乐乐的对话 您系好安全带 顿时 我能感觉到 车速猛然加快 顾清寒开着车 在高架上飞奔 灵活地躲闪着 很快将那辆车甩开 安全到家 萧小姐 那辆车来者不善 您最近注意安全 尽量减少外出 我会把这辆车的情况 向萧总汇报 同时增派人手 保护您和乐乐的安全 并调查这辆车 针对我最近和我有冲突的 除了路市的人 还有谁呢 几天后 我拎着包独自走出别墅区 不一会儿 有辆车冲过来 将我一把拉进车里 我奋力挣扎着 却被几个大汉死死按着 你们想牵什么 贱人 你把我妹妹害到坐牢 她本是路市未来的夫人 却被你害得前途尽毁 你不是萧南唯一的女儿吗 金大 我就要让你们尝尝 人才两空的滋味 你们放开我 绑架可是重罪 那几人笑一声 其中一人掏出我包里的手机 从通讯录里找出父亲的号码 向他索要五千万的赎金 可惜他的勒索电话还没打完 后面突然一辆车狠狠撞了上来 又加速开到前方逼停了他们 几个劫匪正愣着问 开车的同伙发生了什么 我旁边的车门已经被打开 顾清函将我从车里迅速拉出 紧紧抱在怀里 将我送到安全地点 松绑交给其他人后 又返回劫匪那里 和其他保镖一起将那几人一顿猛揍 最后交给了警方 去警局坐笔录的路上 我还有些慌 虽然今天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 我也知道 有顾清函一路跟着 他不会让我落入危险 但是真的被几个绑匪拉进车 手脚被绑 无力挣扎时 我还是被吓到了 萧小姐 您别怕 有我在 您一定是安全的 顾清函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 我回望他一眼 心里很是感激 清函 我知道这次我很冒险 可是与其他们在暗处 让我整日疑神疑鬼 不如我做好万全准备 让他们主动现身 爱给你们添麻烦了 顾清函笑了 保护你和乐乐本就是我们的职责 后来警察调查清楚了 前书哥哥是个平时靠他救济的混混 我报警后 他们的经济来源断了 对我怨念颇深 就策划了这次绑架 打算狠敲我父亲一笔 我想起他的哥哥在车上提到人才两空 只怕他们一开始就存了私票的想法 要不是顾清函那天及时发现有人跟踪 加强保卫措施 只怕早被他们得了 想到这儿 我提出 请这段时间负责我和乐乐安全的兄弟们吃顿饭 很快到了聚餐那天 保镖队员们都年轻高大 充满活力 因为是聚餐 所以气氛轻松 他们有说有笑 将我围在中间 陆军臣一踏进酒店大门 就看到了穿着红裙 描着精致妆容的我 踩着高跟和一群年轻男生们谈笑风生 有认识的队员和其他好奇的队员介绍说 这就是萧小姐 之前那个狠心抛弃气女的前夫 看他跟我套近乎的样子 几个队员甚是看他不顺眼 前夫哥好 只听周围几个队员 异口同声地打招呼 这帮小宰子真的是如此可教 陆军臣显然没想到我这群保镖如此训练有素 也不再和我寒暄 找了个借口挥溜溜走了 顾清函看他们几个没大没小的样子 训斥了他们几句 我倒是不以为意 笑着安抚道 你们做得很好 我正愁怎么甩开他呢 今天你们随便吃喝 全场消费 我消炎买单 席间 顾清函接了个电话 主堕了旁边的队员几句 就匆匆离开了 我也没多想 继续和大家吃吃喝喝聊聊天 这时 陆军臣举着酒杯过来敬酒 他略带歉意地跟我说 他也听说了前叔的哥哥绑架我的事情 他也没想到前叔一家竟是这样心狠手辣的毒舌 我心中狠狠试了他一番 这会道歉有啥用 我遇到危险时 他在哪里? 陆总 你要是真觉得抱歉 就把你杯子里的红酒换成白的 来给我们的陆总换个酒杯 陆军臣看着手中刚换的白酒 有些为难 我知道他是不喜欢白酒的 不过他的小情人都要我的命了 我灌他几杯酒怎么了? 陆总 你这道歉没诚意呀 一杯酒都不愿下赌 陆军臣这会儿骑虎难下 酣着气灌完了一杯 立马有看热闹不嫌是大的董事孩子 替他又满上了一杯 开口劝卓陆总好事成双 再来一杯 见我正微笑地看着他 一脸期待的模样 陆军臣狠狠心又灌下去 一杯 也得杯子刚放下 这群小皇子劝洒功夫一流 很快 陆军臣稀里糊涂 七荤八素地好几杯下肚 被扶着到旁边洗手间 抱着马桶吐完 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 满脸通红 眼镜歪了 形象全无 时不时嘴里嘟囔一句阿言 当初是我眼瞎 我不懂珍惜 你原谅我 我自动过滤他这些罪言罪语 凑热闹跑过去 帮陆军臣拍了几张很有纪念意义的前夫醉酒照 然后喊来了隔壁包间路市的人 把他接走 继续陪客户回去的车上 翻着手机里陆军臣醉酒后 的丑照 心情不错 醉酒不可怕 可怕的是 有人帮你回忆 回到家一推门 就看到父亲伴依在沙发上 手上持着鞭子 神情严肃 顾清函立在一边 赤着上身 背上些许鞭痕 印着血印 心中没来由的一阵痛 我怒出声 爸 您这是干嘛 顾清函 明知最近有人会对你不利 还让你一个人出门 被人绑架勒索 电话都打到我那里去了 这么低级的错误 如果不让他尝尝记性 我如何放心把你和乐乐的安全交给他 说吧 父亲又站起身准备挥鞭子 我立马挡到顾清函身前 逼着父亲停下了鞭子 这次不怪清函 是我提出要自己主动出门吸引他们 我不想整天窝在家里 最主要的是我要坐实他们的绑下罪 以绝后悔 清函只是听命于我 而且他将我保护得很好 我根本没受伤 看来清函并没和父亲交代 一切都是我的计划 我继续补充道 这群人从一开始就准备撕票 让您人才两空 要不是清函及时发现了危险 加强护卫 也许我早就稀里糊涂 被他们掳走 不知去向了 爸 您怎么能不问清楚就打人呢 父亲甩下鞭子 摔门离开了 我让顾清函去客房休息 又找来了药水 帮他伤口消毒 萧小姐 您放那我自己来 伤都在背上 你自己怎么消毒 我知道他嘴硬 拿起要帮他处理伤口 你也是个傻的 怎么就不和我爸解释 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 和你无关 你只是执行者而已 您和您父亲之前 因为陆君臣误会那么深 现在刚刚缓和 我不希望这次你们因为劫匪的事情再次产生误会 既然他觉得是我护卫不力 那便是了 看他认真解释的模样 我开玩笑道 你这么体贴细心又有安全感的男生 应该很多女孩子追吧 顾清涵急忙摇头 萧小姐 我不喜欢他们的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帮你留意着 等你们结婚 我要给我的救命恩人送一份大礼 我我他支支吾吾红着脸看着我 我取笑他道 这就脸红了 我看你做那群劫匪的时候 那叫一个狠 因为他们伤害了我喜欢的人 顾清涵说完就垂下了头 什么劫匪伤害了他喜欢的人 那人不就是我吗 我这是被表白了 我现在脑子有点空白 顾清涵从来都是一副公事公办 生人物尽的高冷模样 他是什么时候对我有好感的 何况他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 看上我这个已经离婚 带着孩子还比他大三岁的女人什么 难道看上我是肖家独女的身份 也不像他性子清冷 也从来没有故意讨好我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清涵 如果我没会错意 你刚刚的意思是喜欢我 顾清涵点点头 面露紧张 我现在只一门心思好好带孩子 协助父亲搞事业 并没有恋爱结婚的打算 清涵你还年轻你值得更好的 似乎已经猜到了我的回复 顾清涵有些沮丧 肖小姐 很抱歉 刚刚吓到您了 我喜欢您 但是我也知道 我们之间不可能 所以 我只是单纯把这份喜欢 默默藏在心里 希望刚刚那番唐突的话 没有给您带来不愿 我觉得气氛有些尴尬 帮他抹完药 以后就匆匆回到自己房间 坐在床上仔细回想这段时间顾清涵的行为 的确有些喜欢的苗头在的他对陆君臣下手极狠 像是带着情绪 包括上次落在他手上的劫匪也极惨 那会儿赞叹他身手真好 现在想想 他应该是在帮我出气 还有他抱着乐乐逗他玩时 憨憨的 乐乐抓他头发 扣他鼻子 他都笑着任由孩子胡闹 和平时那铁汉形象明显不符 也许他是真的喜欢我 也可能不过是小男生 一时兴起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对我失了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把话说开也好 年轻人嘛 过几天 他大概就平息了这股挫爱的热情了 隔天中午从公司回来的时候 乐乐哭闹得厉害 江仪解释说 顾清涵申请调回了我爸身边 中午江仪做饭时 让新来的保镖阿强抱会乐乐 可是乐乐并不乐意 一直哭闹 怎么都哄不好 我抱着乐乐安抚好他 然后发信息问顾清涵 你回我爸那里上班了 嗯 萧小姐 昨天很抱歉 我不该乱说那些话的 您放心 我已经申请调回萧总身边 以后不会出现在您面前 给您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了 我放下手机 一脸无奈 这纯情小孩还真是脸皮薄 我都没说什么 自己倒先跑了 新来的阿强也挺好 但是细心体贴程度远不如顾清涵 我和乐乐都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 春去秋来 乐乐慢慢地学会走路了 而父亲也让我慢慢接触和熟悉公司大部分业务 日子安稳平静而美好 除了时不时出来蹦榻找存在感的陆君臣 肖总 今天陆总又给您送了一束红玫瑰 上面写着 助理看到我就赶紧汇报此事 和以前一样送你了 小助理开心地跑开了 我开始处理桌前堆积的文件 手机适时响起 是陆君臣发来的短信 花 喜欢吗? 我回复了三个字 不喜欢 周围 我可以带乐乐去逛商场吗? 我想给她买点漂亮裙子和玩具 我想起陆君臣时不时打来的抚养费 强硬了句 行吧 我周末有应酬 你带孩子出去玩吧 周围 陆君臣带着乐乐回来的时候 正看到我躺在沙发上 面色潮红 神志已经有些不太清醒了 怎么回事? 陆君臣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今晚饭局结束 小姐被他们拉去了酒吧 出来时就这样了 阿强一五一时老老实实回答 酒里加了东西 陆君臣抓着阿强的衣领 追问道 阿言今晚和谁吃饭的? 是齐腾集团的齐总一群人 那个老狐狸活腻了 陆君臣捏着拳头 满脸愤怒 阿言 阿言 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我 身体本能地推开这个人 离我远点 不要碰我 阿言 你现在需要我 我们去房间好不好? 说吧一把抱起我想上楼 阿强和姜仪知道我和陆君臣现在的关系 赶紧拦住他 没看到阿言现在中了药 我是他孩子的父亲 这里除了我谁还能帮他? 陆君臣的话让两人有些动摇 推柔间 有人按门铃 是顾清函 姜仪 萧总让我送些水果过来给乐乐 刚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 您赶紧放冰箱 我就不进去了 顾清函放下水果 郑宇离开 姜仪赶紧拉住了他 小顾出事了 姨清函没等姜仪说完 知道事情肯定与我有关 已经大步推跑了进来 看到陆君臣将我抱在怀中准备上楼 他快步上前 撼住陆君臣的手腕 将我抱回他怀里 陆总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不要当个萧小姐休息 顾清函直接下了逐客令 陆君臣上前和顾清函撕扯 意图将我抢回来 他愤愤道 你没看到他现在情况这么严重 怎么休息 还是说 你小子想成人之威 陆君臣最后一句话 彻底惹恼了顾清函 他不再废话 干脆利落一脚 踢在陆君臣膝盖 陆总 别把人想得都和你一样 阿强 你送陆总出门 姜姨 你把乐乐送回房间后 过来帮我 在顾清函怀里 我闻着这男人身上淡淡的烛香 一股安全感由心底产生 紧接着 一阵寒意钻入肺腑 让我得到些许舒缓 随即在这阵阵寒意中沉沉睡去 第二天清晨醒来的时候 顾清函正躺在旁边的贵妃椅上 我知道 昨晚中了齐老头的暗算 也隐约记得后来陆君臣想帮我解药性 却半路杀出了顾清函 我用手拍拍昏沉的脑袋 低头看了看昨晚的商务套装 已经换成了睡衣 穿戴整齐 所以 昨晚有发生什么吗? 是和陆君臣还是顾清函? 萧小姐 你醒了? 清函 昨晚我有些心虚地问道 我准备了一池温水 让您泡了会儿 等您面色恢复了 再让您回床上休息的 您的衣服是姜姨换的 乐乐在隔壁房间休息 您请放心 姜姨年纪大了 又不放心您一个人待着 所以下半夜换我来守着 我长吁了一口气 还好昨晚什么都没发生 听着顾清寒病有条的汇报 心中不禁呐喊 这男人真是太绅士 太体贴 太有安全感了 昨晚我赶走陆总 您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不不不 我赶忙摆手 清函 你做得好 如果昨晚让陆君臣得手了 我这会儿可能要抑郁发疯了 正说看姜姨敲门说 我爸来了 正在饭厅等我带我来到饭厅 父亲立马起身来到我跟前 关切地询问小颜 昨晚可有伤着我摇摇头 爸没有 这次是个教训 以后我会注意的 我听说 昨晚是齐家动的手脚 父亲说这话时 不怒自威 我想齐家的好日子大概到头了 我也把昨天的情况大致和父亲说了 昨晚应酬结束 齐家父子热情邀请 我去他们家新投资的酒吧喝一杯 我也没多想 让阿强在车上等我自己进去了 后来一杯酒下去后 我感觉不对 意识已经不太清醒 而齐家大少则趁机挨过来 想将我搂到怀里 我立马识破了他们的计 大概是想趁着要力 让齐家大少和我生米煮成熟饭 然后和我父亲说成是年轻人酒后乱性 进而促成两家联姻 我用尽力气 推开对我意图不轨的男子 抄起桌上的空酒瓶 一把砸在他头上 然后跌跌撞撞打开门上了车 父亲听完很是生气 却依旧用他一贯的平稳语气道 兴奇的是活腻了 小颜税务局的专案族已经进驻 齐腾集团 这群畜生蹦不了几天了 我听清涵说 昨晚陆军臣还想趁机占便宜 爸 您放心 清涵已经将他赶走了 我们萧家人从来不吃回头草 嗯 父亲满意地点点头 清涵 你还是调回来负责小颜和乐乐的安全 你在我身边有段时间了 对生意场上这些人的脾气秉性比较熟 平时应酬之类的多帮衬些小颜 这样我才放心 顾清涵一愣 随即点点头 你放心 你在小颜和乐乐身边 虽然事情比较杂合罪 但我会给你加工资的 父亲以为顾清涵 是因为不喜围着我和孩子 做些琐碎事 才待愣住 我心中默念 爸 清涵可不在意您那点工资 人家可是想把您女儿连盆端走啊 父亲离开后没多久 乐乐睡醒了 正满山学步的他颤颤巍巍的 这步子欢快地扑进了许久未见的顾叔叔的怀里 而清涵也很自然地下来和他玩 望着女儿脸上开心的笑容 我不禁心自问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她对乐乐又那般上心 又她在身边真的满满的安全感 她既然喜欢我 要不要给她一个试试的机会呢 可是我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我真的很怕再次被欺骗 被背叛 再次经历一遍曾经的痛 是的 我再次胆怯地退缩了 一个月之后 其家彻底垮了 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 但是没想到的是 陆军臣竟然不计代价地 狂砸他持有的骑士集团股票 我实在看不惯这种败家行为 陆军臣 你疯了 你股票不是拿钱买的 是捡来的 你这么不计代价 砸你自己钱不要了 那帮畜生赶伤你 毁你清白 把算盘打到我女人头上 我如何能忍 电话里的陆军臣 语气硬气得很 是前女人 我纠正到阿言 如今其家股价大跌 市场负面影响极大 加上他们逃税漏税 正在被立案调查 接下来 证监会可能也会介入调查 他们的欺诈上市行为 他们这辈子也指不起身了 陆军臣似在邀功 这件事谢谢你 不过萧氏有足够能力整治其家 拜托陆总省点钱 留着将来给你女儿乐乐吧 见我并不买账 陆军臣有些沮丧 小声嘟囔着 阿言 是不是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回不了你了 我笑一声 陆军臣 想想这三年婚姻里 你对我的冷暴力 想想你让刚出抢救式的 我签离婚协议时的潇洒 想想你曾经指着我骂我们的孩子是孽种 再想想你婚内出轨时的理直气壮 这桩桩渐渐 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回去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那天 齐家不过对我动了些歪心思 你便觉得他们是恶不下了 狠心收拾他们 而你自己 却是实实在在伤害了我三年 一个女生最美好的三年 你说 你又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我说到激动处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 如放电影般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放 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陆军臣 我求你 我求你放过我 我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的日子 请你放过我好不好 你就像以前那样 对我冷漠 对我不闻不问 就好 每当看到 你站在我的面前 我就会控制不住地回忆起你曾经给我的那些伤害 我握着手机的手都在颤抖 当初是我年少无知 错爱了你 如今我终于走出了阴霾 就当我们从没开始过吧 妈 乐乐 你忍心让他从小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吗 陆军臣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用纸擦擦眼泪 让自己坚强起来 我们之间唯一的关系只剩乐乐 你是我孩子的父亲 仅此而已 我不会拒绝你偶尔陪乐乐玩 因为这是乐乐的权利 也是你做父亲的义务 但是当初离婚是你提出的 抚养权也是你主动放弃的 乐乐未来生活中赋爱的缺失的始作者 本来就是你 我反问道 陆军臣 你是成年人了 你要学会承担犯错的代价 而不是整天像个无赖一样 一哭二闹三上吊 逼迫孤儿寡母 无条件地包容你 你这是道德绑架 陆军臣听出了我话里的坚决 明白富和无望 他滴滴哀求道 阿言 别哭了 我不再缠着你了 别哭了 好不好 我心疼 最后这三个字狠狠撞击着我的心 我等了他三年 可他的心思一直在别的女人身上 如今我终于等来了 我心疼这三个字 可那又如何呢 我已经是那个不依赖陆军臣的消炎 三年糟糕失败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后来陆军臣真的如他所承诺的那样 除了日常看望乐乐之外 并没有其他语举的行为 只是每次看到我的眼神总是那么炽热而隐忍 也许他还存了富和的期待吧 顾清涵依旧如骑士般守护着我和乐乐 我很感激他 他总说那是他的职责所在 可我清楚他付出的远超职责范围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 如果清涵还对我有益 我会考虑给彼此一个试试的机会 不过现在我的生活被乐乐和萧家的生意填满 乐乐一天天长大 萧家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我在S层愈加富有影响力 曾经我幻想着成为被爱情包裹滋润着的萧小姐 可最终萧小姐还是成长为了众人口中的萧总 回望嫁入陆家的这三年 有痛苦 有委屈 却也不后悔 这些经历让我学会了成长 看透了人情世故 也让我有了乐乐这个宝贝 年轻的时候 谁没有冲动过 而最是难得人间清醒 凤凰涅躲 及时止损归来 我仍旧是那个坚不可摧 自信能干的富贵萧家独女藩外 这几日在祁山小学附近的县城出差 我便顺路带了些物资 去看望资助的孩子们 返程路上 天色渐暗 顾清涵稳稳地操控着方向盘 萧小姐 接下来 有一段盘山公路 可能会慢些 您系好安全带 我对它的驾驶技术向来放心 轻轻点头后 便闭目养神 毕竟到县城还有蛮久 一段路迷迷糊糊时 突然听到急沙的声音 紧接看东一几声巨响 随即感到一阵眩晕 强忍着看疼痛开眼 我顿时愣住了 汽车被山上滚下的巨石砸中 顾清涵应该是为了保护我 往右打了一把方向 所以现在汽车横在路上 我这边情况还好 但车头那里被石头砸中 受损严重 顾清涵人在前头 情况不明 清涵 你还好吗 我声音明显发颤 没人回答我 顾清涵应该是被巨石砸晕了 我环顾四周 前后路都被石头堵住了 上面还陆陆续续有碎石头滚下来 意识到危险的我用力地摇晃它 可它还是昏迷状态 前门那里被石头堵得死死的 我尝试摘掉它的安全带 将它拖到后座 从后门逃出去 可是努力了好几次 都挪动不了一丝一毫 此刻我才意识到 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顾清涵被卡在了驾驶座里 不再犹豫 我赶紧下车 脱掉高跟鞋 爬到车头位置 试图刨开那些压着驾驶座的石头 此刻天已全黑 手机也没有信号 我求救无门 只能借着汽车微弱的灯光 用自己的双手拼命地刨石头 有些石头带棱脚 手被割破好几个口子 但是和顾清涵的性命相比 这点小伤我根本顾不上 一边扒石头 我一边哭着喊 清涵 快醒醒 我来救你了 看着已经被压变形的驾驶室 我知道顾清涵的伤很重 危险来临时 正常人潜意识的反应是左打方向盘保护自己 但是顾清涵却将方向盘转向右边 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替我抵挡巨石的袭击 身边不时砸下碎石 处境越来越不好 我手上的动作也不自觉加快 压住驾驶室最上面的那层碎石 已经被我刨开 正当我准备挪开那块大石头时 突然咚咚咚的一声 一块更大的石头砸在我身后 我被吓到尖叫 绝望之际 突然听到虚弱的声音 萧小姐 快走 别管我 您快走 是顾清涵醒了 我擦了一把泪 大声地鼓励她 清涵 我不会丢下你 我们一起用力把这块石头挪开 你就能从驾驶室出来了 来一百二十三 即使口号喊得响 但是两个人力量实在薄弱 那块巨石一动不动 萧小姐 没用的 这石头太大 我又伤得厉害 就不出来了 您快跑 往山下跑 抱歉 这次没能护您周全 我知她是为我好 可是让我抛下同伴 眼看着她放弃自己的生命 我做不到 无视她的请求 我强势命令道 清涵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和我一起用力 把这块石头推开 然后我把你从驾驶室里救出来 我这人路芒 没有你带路 我找不到下山的路 许是真信了我的话 也或许是读懂了我想和她共患难的心思 顾清涵不再迟疑 透过残破的车窗和我一起使劲地推那块石头 终于在多次努力地尝试后 最后一块石头一点一点被移开 可是车门已经被砸坏 我从外面怎么也打不开 顾清涵让我闪开 直接用拳头击碎了已经摇摇欲坠的车玻璃 借助自己地力从窗户出来了 暂时脱险的我俩不敢有一刻松解 赶紧互相扶着往山下逃离 她的腿受了伤走不快 却仍攻着腰将我护在她的怀中 生怕头顶的碎石砸到我 直到我们跑离了山体滑坡区域 才敢稍稍停下来喘口气 萧小姐 您的鞋 顾清涵注意到了赤脚的我 我满不在乎到 我穿的高跟鞋不方便 所以脱了 顾清涵赶紧把她的鞋给我 到山下还有一段路 如果不嫌弃穿我的 我有些迟疑 毕竟她现在腿有伤 但顾清涵显然误会我那迟疑的想法 她下身子轻轻道 那您上来 我背您走 我不再浪费时间 穿上她的鞋 扶着她继续往山下前进 我俩轮流川 现在是逃难保命要紧 就不要谦让了 走了好一会儿 远处依稀能看到灯光 那会儿的心情就宛如海上漂泊的孤舟 突然看到了希望的灯塔 清涵 快看 那里有灯 我们有救了 我兴奋地指着那星星点点的灯光 顾清涵点点头 对 萧小姐 那灯在移动 好像是朝着我们的方向来了 我们赶紧伸手朝他们那喊 果然不一会儿 张校长带着村民们骑着摩托巡过来了 我们得救了 到了村里的诊所 医生给我俩查看伤情 我还好一些 皮外伤已经包扎处理好了 顾清涵却伤得厉害 在确认我安全以后 他就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瘫软在地上 到这会儿还没能醒来 而且额头的热度越来越高 村里诊所条件有限 山路被巨石堵住 无法转到县城里的大医院 可顾清涵的病情耽误不得 喂 金经理帮我协调一下 安排一辆直升机 过来接顾清涵去医院抢救 放下电话 我守在病床旁 心急如焚 不一会儿 我爸打来电话 我都听金经理说了 你没事吧 爸 我没事 只是顾清涵的情况比较严重 以前你可从来不用家里的直升机 觉得太招摇 今天却为了顾清涵破了力 我此刻本就心急 根本没心思仔细分辨我爸这话的意思 只辩解到 把人命关天的时候了 我哪会考虑那么多 现在山路不通 管他招摇不招摇 只要能救清涵的命 电话那头传来了我爸严肃的语气 等你回来 我要跟你好好谈谈 看样子是该找个靠谱的男人照顾你和乐乐了 我握着顾清涵冰凉的手胡乱应道 等我回来再说 您在催催那边 让他们赶紧飞过来救人 下半夜的时候 飞机终于到了他医院 顾清涵也被顺利送入抢救室 等到医生告诉我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时 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稍稍落下些 谈谈吧 我爸坐在客厅沙发 猛然开口 吓我一跳 我端指坐好 回想起他刚刚电话里的话 看米老爷子又准备让我去相亲 昨晚生死线上走一遭 我突然感觉很多事情看开了 虽直言不讳 爸 您又看上哪家公子哥了 您答应过我婚姻知识不勉强我 对我选老公的眼光是不好 但是我可以选不结婚 我选的你不考虑 老爸反问我 我半开玩笑道 我和乐乐现在这样挺好的 您介绍的那些男人 要么没什么能力我瞧不上 要么就是嫌弃 我是二婚带个孩子 您女儿这么优秀 凭什么让他们挑来去的 我爸喝了口茶 清了清嗓子道 行吧 本来还想替你和顾清涵做个媒 看来不需要了 等他伤好了 我调他回我身边 什么 吃惊之余 我追问道 爸 您不是一直想替我寻装门当户对的婚事 怎么突然转性想撮合我和清涵了 老爷子冷笑一声 放眼整做成 他们都没你老爸有钱 有陆君臣的前车之鉴 我想这次要帮你物色一个沉稳铁心 最关键是喜欢和爱你的男人 爸爸老了 没办法照顾你和乐乐一辈子的 我有些迟疑 没有接话 女儿 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 这婚姻就好比我们做生意 一来需要两个人一起经营 之前那段婚姻 你很努力 但是陆君臣没有 所以结局不太理 二来 这世上哪有稳赚不赔的生意 不能因费事吗 遇到好的男人 还是可以考虑结婚的 我坦白道 爸 生意可以在谈判桌上 你来我网谈 条件不满意 便换家合作公司 但是 婚姻是两个人一辈子的事情 陆君臣让我对婚姻产生了恐惧 我不敢再赌 说实话 遭遇了那么严重的山体滑坡 你这会儿能活着站在我面前 真的要谢谢顾清函 虽说这是他的工作职责 但是我相信 他是真的把你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你要相信老爸看人的眼光 还有要正视自己的感情 想想你当时在电话里催直升机 就他实施了理智的样子 这可不像你一贯冷静的风格 所以 你对他真的没动心 这一晚睡得并不好 逃难过程一遍遍地在梦境中出现 这一节木头 是唐小姐国外的老师送给他的 培育了将近半年才长出一条根系 虽然专家评估一株价值在一千五百万左右 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无价的 你们拿什么赔 我和专家们出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落山 留在这里的只剩下一个宋安 我扎了手套 随意扎了一下头发 走吧 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宋安等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件事 她似乎察觉到我这个妹妹和她想象中的农女不同 但那并不能取代她心目中属于宋翘的地位 一路上无话可说 虽然宋安几次欲言又止 直到医院我推门下车 才听见身后传来声音 不要怪翘 她只是被我们宠坏了 本质不坏的 我回头看她 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我不怪她 但该赔的钱还是要赔的 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如果那株兰花培育不成的话 我希望她能爽快点付钱 不然我会送她一张律师函 宋安黑了脸 如果真是这样 我会帮她 宋家不至于这点钱都出不起 我耸耸肩 那就随便你们了 亲自鉴定 走得加急通道 我等报告出来才离开医院 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张 心里叹气 说实话 宋家人明显都是拎不清的 我并不太愿意掺和进去 但结果让我失望了 身侧宋安说要带我回宋家 抱歉 我还要回去照看那株兰花 宋安沉默了一下 我送你 不用了 有人来接我 刚说完 一辆黑色家常林肯停在路边 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 露出秦家二少爷那张脸 我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露出一个微笑 宋家找过来 就是因为我回国的那天 是秦朝来接的鸡 秦二少在圈子里是人人都要捧着的存在 除此之外 他常和各路明星网红炒绯闻 在网上的流量堪比一线男星 我和他在机场久别重逢的拥抱 被有心人拍了照片 发到网上 第二天 宋安就找上了他 说我有可能是他失散多年的妹妹 秦朝向他们提供我的住址钱 询问了我的意见 远想着弥补一下年幼时的自己 没想到是惹了一个大麻烦 我辞别宋安时 注意到他的目光落在秦朝脸上 心里觉得好笑 干脆利落地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车后坐着个穿黑色衬衫的男人 整个人隐蔽在阴影中 周身气息沉寂 弄得前面两人有一种随时要密闭的窒息感 秦朝 回头宋家这么着急 想把你认回去 你猜猜是怎么一回事 我挑了一下眉头 别卖关子了 家里人想给我大哥找个媳妇 他口中的大哥轻轻动了一下右腿 侧着脑袋看过去 秦朝一顿 不说了 我其实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秦朝的大哥秦楚年 在三年前伤了一双腿 右腿失去知觉 左腿截肢 到了膝盖圈里 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 成为了一个残疾人 他的婚姻在家里人看来 是个大难题 不求门当户对 至少也得是圈里的人 但外界对秦楚年的传闻太过离谱 比如 他有暴力倾向 生气的时候会拎着一只揍人 再比如说 他因为自己残疾 所以看不得别人健康 想要嫁给他的人 必须拔腿打断 传言可笑 但在没人澄清的情况下 愈演愈烈 最后 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宋家也想要攀上秦家 但不舍得宋翘该怎么办呢 他们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 正好女儿和秦朝熟悉 认回去之后 可以撮合一下宋翘和秦朝 到时候两姐妹嫁两兄弟也是圈内佳话了 在上午见识到了他们的态度之后 我就把他们的想法猜了个七七八八 可惜了那些大红袍 我感叹一声 暂时把那些扔抛到脑后 正想敲敲秦楚年的右腿 手机屏幕亮了 是刚加上的宋安发来的消息 你和秦二少是朋友吗 我懒得回 把手机丢在一边 戳戳秦楚年的腿 阿年哪 我不在的三年 你有没有好好做康复训练 三年前 我家老爷子好好的公司 被境外投资商看上 想要收购 在他拒绝之后 那些人引导舆论 把公司逼到退市 几乎破产 员工发不出工资 被教唆着绑架了我 他们想要赎金 老爷子拿不出来 照上了秦家 秦楚年知道后 愁了钱不说 还亲自找上了绑匪 在最后绑匪要带着我转移的时候 他开车追了上去 恼羞成怒的绑匪破冠破摔 直直朝着他撞过来 后来他去了疗养院 我被老爷子强制送出国 离开前我要见他一面 他没见我 隔着一张门 他坐在轮椅上 冷淡地说 你不要觉得亏欠 你没有任何错 那些人还盯着你和唐爷爷 出国暂避锋芒 是最好的选择 秦楚年的考量太过理智 但我不能接受 我在门外求着他 开门见我一面 在最后被老爷子的人拉走 那张门也没打开 三年后 我给他发消息 叫他来机场接我 他没来 让秦朝来了 刚刚要不是我给他发消息说 我被宋家人欺负了 他恐怕还是不会出面 现在我把中间的隔板拉上去 似笑非笑地问 秦楚年 叫你弟弟来接我 现在网友都说 我会是你弟弟 下一个一周暮女友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这一节木头 是唐小姐国外的老师送给她的 培育了将近半年才长出一条根系 虽然专家评估一株价值在一千五百万左右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无价的 你们拿什么赔 我和专家们出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落山 留在这里的只剩下一个宋安 我扎了手套 随意扎了一下头发 走吧 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宋安等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件事 她似乎察觉到我这个妹妹和她想象中的浓女不同 但那并不能取代她心目中属于宋翘的地位 一路上无话可说 虽然宋安几次欲言又止 直到医院我推门下车 才听见身后传来声音 不要怪翘 她只是被我们宠坏了 本质不坏的 我回头看她 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我不怪她 但该赔的钱还是要赔的 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如果那株兰花培育不成的话 我希望她能爽快点付钱 不然我会送她一张律师函 宋安黑了脸 如果真是这样 我会帮她 宋家不至于这点钱都出不起 我耸耸肩 那就随便你们了 亲自鉴定 走得加急通道 我等报告出来才离开医院 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张 心里叹气 说实话 宋家人明显都是拎不清的 我并不太愿意掺和进去 但结果让我失望了 身侧宋安说 要带我回宋家 抱歉 我还要回去照看那株兰花 宋安沉默了一下 我送你 不用了 有人来接我 刚说完 一辆黑色家常林肯停在路边 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 露出秦家二少爷那张 我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露出一个微笑 宋家找过来 就是因为我回国的那天 是秦朝来接的鸡 秦二少在圈子里是人人都要捧着的存在 除此之外 他常和各路明星网红炒绯闻 在网上的流量堪比一线男星 我和他在机场久别重逢的拥抱 被有心人拍了照片 发到网上 第二天 宋安就找上了他 说我有可能是他失散多年的妹妹 秦朝向他们提供我的住址前 询问了我的意见 远想着弥补一下年幼时的自己 没想到是惹了一个大麻烦 我辞别宋安时 注意到他的目光落在秦朝脸上 心里觉得好笑 干脆利落地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车后坐着个穿黑色衬衫的男人 整个人隐蔽在阴影中 周身气息沉寂 弄得前面两人有一种随时要密闭的窒息感 秦朝 回头宋家这么着急 想把你认回去 你猜猜是怎么一回事 我挑了一下眉头 别卖关子了 家里人想给我大哥找个媳妇 他口中的大哥轻轻动了一下右腿 侧着脑袋看过去 秦朝一顿 不说了 我其实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秦朝的大哥秦楚年 在三年前伤了一双腿 右腿失去知觉 左腿截肢 到了膝盖圈里 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 成为了一个残疾人 他的婚姻在家里人看来是个大难题 不求门当户对 至少也得是圈里的人 但外界对秦楚年的传闻太过离谱 比如他有暴力倾向 生气的时候会拎着一只揍人 再比如说他因为自己残疾 所以看不得别人健康 想要嫁给他的人 必须拔腿打断 传言可笑 但在没人澄清的情况下 愈演愈烈 最后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宋家也想要攀上秦家 但不舍得宋翘该怎么办呢 他们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 正好女儿和秦朝熟悉 认回去之后可以撮合一下宋翘和秦朝 到时候两姐妹嫁两兄弟也是圈内嫁话了 在上午见识到了他们的态度之后 我就把他们的想法猜了个七七八八 可惜了那些大红袍 我感叹一声 暂时把那些扔抛到脑后 正想敲敲秦楚年的右腿 手机屏幕亮了 是刚加上的宋安发来的消息 你和秦二少是朋友吗 我懒得回 把手机丢在一边 戳戳秦楚年的腿 阿年呐 我不在的三年 你有没有好好做康复训练 三年前 我家老爷子好好的公司 被境外投资商看上 想要收购 在他拒绝之后 那些人引导舆论 把公司逼到退市 几乎破产 员工发不出工资 被教唆着绑架了我 他们想要赎金 老爷子拿不出来 找上了秦架 秦楚年知道后 愁了钱不说 还亲自找上了绑匪 在最后绑匪要带着我转移的时候 他开车追了上去 恼羞成怒的绑匪破冠破摔 直直朝着他撞过来 后来他去了疗养院 我被老爷子强制送出国 离开前 我要见他一面 他没见我 隔着一张门 他坐在轮椅上 冷淡地说 你不要觉得亏欠 你没有任何错 那些人还盯着你和唐爷爷 出国暂避锋芒 是最好的选择 秦楚年的考量太过理智 但我不能接受 我在门外求着他 开门见我一面 在最后被老爷子的人拉走 那张门也没打开 三年后 我给他发消息 叫他来机场接我 他没来 让秦朝来了 刚刚要不是我给他发消息说 我被宋家人欺负了 他恐怕还是不会出面 现在我把中间的隔板拉上去 似笑非笑地问 秦楚年 叫你弟弟来接我 现在网友都说 我会是你弟弟 下一个一周暮女友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秦楚年没有隔板拉上之后 后座的光线越发暗 窗外闪过的霓虹灯 快速后退 而秦朝也很有眼色 很快把车开上了一条偏僻的马路 秦楚年 你怎么一直都这么理智 说着 我按住他的肩膀 秦楚年快速扼住我的手腕 唐之怀 不要被宋家人利用了 巧合的是 这时候手机上正好来了宋安的电话 我收回手 接通电话 到家了吗 宋安的声音传来 还有一会 怎么了 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爸妈说想你早点把名字改回来 改天举办个宴会 把你介绍给亲戚朋友们认识 我转头看向郑欣威 做得秦楚年 漫不经心道 你妹妹没意见 宋安顿了顿 声音缓和 她还小 什么都不懂 你不要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我靠着靠背 脚尖不经意地蹭了蹭秦楚年的腿 发现她有所察觉 这才继续和宋安聊 我听秦二少说 你们宋家想和秦家联姻 宋安是不是要把宋翘嫁过去吗 不如让我去联姻 我和秦朝淑 被秦家选择的几率更大 宋安根本没想过 我会这样说 你知道是要嫁给谁吗 我把腿伸到了秦楚年身上 我不在意 秦家是豪门吗 我想当豪门太太 秦楚年突然捏住我的脚踝 我撩起眼皮看他一眼 继续道 希望你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说完 我挂了电话 秦楚年把我的腿扔开些 别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 幸福 我抓住他的手臂 长腿一伸 胯坐在他身上 什么幸福 隔着颇有质感的西装裤 我按了按他 秦楚年猛地抓住我的手 眼神骇人 唐之怀 你在国外就学了这种东西 我看他恼羞成怒 耳尖红得透光 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 攀着他的肩 我靠近他 阿年 这不是能给我幸福吗? 我被秦楚年丢下了车 也不知道秦朝让司机开到那个偏僻的角落来了 一下车只见到灵星几盏昏暗的路灯 秦朝刚摇下车窗 想要嘲笑我 秦楚年在他身后出声 下车把他送回去 秦朝 好家伙 你们吵架 我遭殃 秦朝 郁闷 秦朝咬牙切齿 秦朝只能照做 秦楚年绕了一圈 又要司机回来 从窗户口丢过来一件外套 别动着等我 只能看见林肯的车屁股 秦朝冷笑一声 我哥 这人可闷骚了 我挑眉耸肩 和他一起笑 我也觉得 此日一早 我是被木屋外面闹哄哄的声音吵醒来的 推开门 阳光落在脚下 远处是一群不速之客 本来清静的农家小院被好几个人围住了 老爷子在院子里的葡萄棚下慢悠悠喝茶起来了 他一指外面 与那些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给你找的麻烦 至于是什么麻烦 秦朝一大早就给我发了 事情原委 宋翘凭借附加千金的身份 在网上成了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 因为一张长相甜美的脸蛋 激起了不少脑残粉私生饭的保护欲 昨天 他从农家小院回去之后 在网上发了个视频 视频讲述了 他真正的身世 倒打一耙 说真 千金极度 他获得了爸妈那么多年的宠爱 他不过打碎了一个花盆 就叫他赔一千五百万 不然家里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他哭得梨花带泪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亲生父母不要我 幸好能被爸妈收养 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他们为难 但没关系 只要他们能认回自己的亲生女儿 弥补他们的遗憾 我会自己离开 我把视频从头看到尾 最后看向院子外 开始往里面丢石头的几个男人 喂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花盆 值一千五百多万 我看你们是穷疯了 翘翘有什么错 宋家收养了他 还让他这么伤心 到底是怎么当父母的 什么亲生女儿 我看就是个骗子 我听了听 仔细看了这几个人 注意到其中一个人 戴着黑色手套 手里还拿着一个玻璃瓶 在国外经历了不少之后 由不得我不注意 更何况老爷子年纪大了 受不得刺激 我当即拨通了110 秦家的车比警察叔叔来得更快 秦楚年考虑周到 带了一对专业的安保人员过来 片刻就把农家小院围成铁桶一块 我隔着被切牛花爬满的篱笆 看向委屈停在狭窄马路上的林肯 慢悠悠打了个哈欠 阿年纳 不下来喝杯茶吗 我把老爷子剩下的那些大红袍都泡了 唐之怀老爷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茶叶我藏好了 你别想再动 我吐了吐舌头 举起双手 好了好了 爷爷 你快去钓鱼去叫人跟着 别让人算计了 拿着玻璃瓶的那个人和丢小石头的人都 已经被安保团队控制 只等警察来把他们带走 但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走到院子外面 林肯挂到党后退 我秦楚年 有种你就躲一辈子 秦楚年 不躲了 我敲了敲车窗 听说秦市法务部那位部长有着地表最强的团队 借给我用一张律师函而已 犯不着 我撑着车窗附和倒 我也觉得 说完我趁他不注意扯过他的领带 两人快速靠近 几乎要鼻尖抵着鼻尖时 我停了下来 这件事我自己解决 一个颂翘而已 犯不着你出手 秦楚年的脸 扑了一层阳光 这才让他苍白的皮肤 显得有人气了些 因为顺着我的动作 这个姿势对左腿还是一支的 他有些困难 修长的四肢 紧紧扣着玻璃 阴翼的凤眼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片刻后 他垂眸 唐之怀 不要同情我 同情他 我从车窗口钻进去半个身体 你觉得我是在同情你 说完 我扫了眼他的一只 并伸手按在他的大腿上 缓慢地向下游走 摸到坚硬的冰冷的一只 还记得在医院的时候 你和我说的话吗 你说 你不想让我见到你最狼狈的样子 要我等你三年 到时候 你会以最好的状态 出现在我面前 我哼笑一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 秦家 现在已经完全被你攥在手里了 如果没有你的许可 他们根本不可能 散出你要找人联姻的消息 怎么是记起我快要回国了 想早点结婚 断了我的念想 秦楚年紧绷着下河 沉默不渝 我撑着他退出去 站直身体后 听见车内人轻声道 三年过去 人是会变的 唐之怀 我已经不是你记忆里的秦楚年了 我其实也明白 关于秦楚年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 当年他从秦家最有可能的继承人 变成一个废物 秦老爷子风流膝下 儿女众多 他被那群人逼得退无可退 后来更是销声匿迹 我在国外求老爷子查他的行踪 可在一次得到他的消息 已经是一年后 那一年他手段强势地进入秦市领导层 在把控秦家命脉之后 叫那些欺负过他的人 和当年的他一样 爬出偌大的秦家祖宅 从此以后 秦楚年暴力的形象深入人心 可那是对那些人而言的 与我秦楚年一直都是 那个为了救我追上绑匪 却因此断了一条腿的人 当晚我去参加宋家所谓的家宴 在一家会员制中式餐厅 服务员领着我走到一个包间门口 我带着唐家法务部和公关部的负责人 其中一位帮我推开包间门 里面的人同时看过来 却没想到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男人 宋父微微皱眉 望向跟在后面的我 宋翘 这是什么人 我郑重其事地和他们介绍 这位是我请的公关 接下来会就宋翘小姐在网上造谣的事情和各位协商处理 这位是我请的律师 来商谈被宋翘小姐损坏的幽灵兰植株的赔偿事宜 国家兰花专业培育实验室已经对植株价值做出了评估 因幽灵兰培育困难 被宋小姐损坏的那一株可能是世界唯一一株 价值无法估量 如果非要用金钱衡量 大概在两千万人民币左右 估值报告在这里 如果各位不认同的话 可以自己请专业团队进行评估 众人 两千万人民币对宋家来说并不算什么 至少不需要动不动产和公司流动资金就能把钱凑出来 但这一套下来 侮辱性很大 宋父脸色难看 宋翘 我打断他 宋先生 我叫唐之淮 或许我小时候很喜欢宋翘这个名字 但现在我不喜欢和别人用同一个名字 宋父一巴掌拍在桌面上 早就端上来的茶水因此抖动不休 你怎么会被养成这样 这就是你的教养吗 有什么事情可以等家宴过去再聊 你妈满心欢喜地等着你过来 结果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 我的视线扫过整个包间 最后落在宋翘身上 既然是一家人的宴会 宋翘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宋阿谋子冷沉地看着我 翘翘在被爸妈收养的那一刻 就成了他们的女儿 我的妹妹唐志淮 当年你被拐卖这件事 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是因为翘 我们才从悲伤中走出来 你对她的嫉妒只会让爸妈为难 而且你不应该嫉妒她 她是最无辜的 我坐在背对着包间门的位置 和宋家人面对面 请问我说的两件事里 她哪一件事是无辜的 是在网上造谣 她只不过打碎一个花盆 我就叫她赔一千五百万 无辜还是煽动她的那些脑残粉 来院子里堵我 无辜 或者你的意思 是我不该叫她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看她们哭得哭 不然就对我怒怒而逝 挑起这一切的宋翘梨花带雨 物字低头擦着眼泪 是我错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人都有不小心的时候 我懒得继续和她扯皮 给了法务部负责人一个眼神 她当即拿出专业态度 各位是想私下协商 还是走私法途径 翘送母哽咽着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她哭得伤心 是我们对不起你 可你这样做真的太伤我们的心了 你知不知道在你被拐卖的那段时间 我和你爸有多伤心 我知道你在外面肯定过得很辛苦 这笔钱我会给你 就当是对你的补偿 只要你跟妈回家 本末倒置 我冷眼看着面前这个自我感动的女人 说得像是我愿意认亲 是因为这两千万似的 说不定 他们还觉得 我是故意把幽灵兰放在那里 让宋翘衰的 毕竟 这就是一个农女的格局 你想嫁到秦家 你哥和我说过这件事了 宋母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拍拍我的手背 也好 秦家不错 你嫁过去 他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的脸色越来越冷 把手从她掌心抽出来 我去下洗手间 我待在这里 正是就很难谈下去 还不如先避一避 才刚到洗手间门口 宋翘就追了上来 她叫住我 唐之怀 我当没听见 进了洗手间 在水龙头下洗了手 抬头看着镜子里的人 你想说什么 宋翘双手抱胸 你知道爸妈为什么会急着把你认回来吗 我不感兴趣 宋翘一噎 没事 人一样继续 因为他们想要你和秦家那个废了的大少爷联姻 到时候 我可以靠着你和秦朝接触 等我也嫁过去 我们就还是姐妹 她似乎已经想到了那个光景 脸上挂着一抹得意的笑 我面不改色 你就不怕我反悔为了两千万和爸妈离心的人能有什么格局 你可能不知道 我一年的生活费就有两千万 圈子里的人都讲究门当户对 就算你在培育花草方面有建树 想要嫁入豪门也只能靠爸妈 我想了想 点头 也对 那谢谢你们了 宋翘那种感觉像是见了鬼 他脸色难看 掉头就走 片刻后 他又转回来 当着我的面给了自己两巴掌 眼角溢出泪花 勾带起一抹红 我等一下 宋翘一愣 我趁他不注意 快步走过去 抬手就是两巴掌 最后满意地捏着他的下巴打量 嗯 这样才对 宋翘没想我真的敢打他 还用了十成一十的力气 他尖叫起来 唐之怀 我回到包间的时候 法务部那位已经谈妥 至于宋翘在网上造谣的事情 宋安只答应会让宋翘把帖子删了 宋父说 以后就是一家人 没必要把事情做那么绝 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名誉损失 连两千万我给了他 如果真的要追究 就是把宋家的脸皮丢在脚下踩 以后不要再进我宋家的门 我进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这一段话 不由地仔细瞧了宋父两眼 宋父见我进来 脸一垮 唐之怀 你为什么要打翘 我实话实说 他说你们急着把我认回去 是想让我和秦家联姻 把我嫁给秦家大少爷 因为大少爷瘸了腿 你们不想让宋翘嫁过去 只能找我宋父 他狠狠瞪了宋翘一眼 宋翘把脑袋从宋安怀里露出来 我没有这事 难道不是秦二少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还挺聪明 直到把秦朝拉进来 我笑了笑 看向公关部负责人 我之前给过你一份名单 麻烦联系一下他们 请他们帮忙澄清 我并没有因为一个花盆追究宋翘的责任 然后把我发给你的监控视频 用兰花培育所的官微发出去 并艾特宋翘小姐 请她帮忙解释一下我 为什么会向她讨着一千五百万 三年前 那些人通过舆论战打压老爷子的公司 聪明人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 更别说宋翘的手段远远比不过那些人 我撑着桌面 隔着巨大的圆桌和他们对峙 本来我不想和你们追究幽灵兰的事情 也算是全了这段血缘关系 可宋翘千不该万不该 把农家小院的地址泄露出去 那里住着一个年过六十的老人 如果被你那些激进的傻逼脑残粉气着 或者只是轻轻推那么一下 都有可能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到时候只怕你有九条命都不够赔的 我放下狠话之后 宋家人着实沉寂了一阵 但网上的舆论在我的引导下愈演愈烈 植物学界的许多大佬都出面批评宋巧 甚至有些专家教授在国际国内都叫得上名号 一群年过半百 逃离满天下的老人 第一次开通了微博 就想看看把第一株人工培育半年的幽灵兰摔坏的女人长什么样子 这是我老师的微博 她年纪大了 打字慢 这个工作交给了我 网友们可能不知道那一株幽灵兰代表了什么 那是唐小姐在国外的老师送给她的 抚目 取自一棵枯死的苹果树 唐小姐和老师野外实践的时候 发现了枯树上濒死的幽灵兰根系 这一品种的兰花至今没有实验室培育成功过 但如果不人工干预的话 这株本来就罕见的幽灵兰会彻底死亡 他们把枯木带回实验室之后 唯独唐小姐培育的这一条根系有了生长的迹象 唐小姐和她的老师多次请求 才有了把根系带回国内和我国业内人士学术交流的机会 可是这位宋翘小姐不经主人同意进入别人的培育房 还笨手笨脚打碎花盆 事后更是倒打一耙 赔一千五百万怎么了? 在我们看来 这一千五百万根本抵不过那两根幽灵兰根系的价值 这位教授学生发出来的帖子一日被转载上万 而宋翘那边多了许多的骂声 尤其是他最新的那个帖子 他被人打了两巴掌的照片 根本没激起任何浪花 大概是因为我请了水军 在他的帖子下面说辛苦培育半年的兰花 被人摔坏了 这跟农学生养了一学期的课程作业 被人吃了有什么区别? 快毕业的学生狗已经带入了 就跟写了一半的毕业论文被人删了一样 如果小偷进我房间 删了我做一半的PPT 社畜真的会崩溃得好吗? 楼上嘉一警察一来 只会发现小偷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我 他进来的时候就是一块一块的 眼看宋翘被网友们骂到退网 宋家那边终于有了动静 宋安带着宋翘过来 跟我道歉了 我在培育房里忙活办上 直到老爷子喊我吃饭才出来 宋安按着宋翘的后脑勺 无奈道 翘翘 宋翘眼眶发红 哥 你也觉得我错了吗? 你以前根本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走到一边 给老爷子装饭 样子有些心不在焉 老爷子用筷子敲了敲我的手背 还装呢? 你想撑死我这个老头子? 我撇了别嘴 问宋安 我听秦朝说 秦家 给圈子里的人都发了帖子 理由是随便拒绝 其实是他妈要让士林的女孩聚在一起 跟秦少爷相亲 宋安满腔想说的话被我打断 愣了愣 点头 确实是我们家里就来了一张情帖 我眯着眼摸了摸下巴 你之前答应我的 要把我架过去还算数吧? 宋安哪里有人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甚至可以说双方都闹掰了之后 若无其事地提要求的 但他很快想了想 点头算数 行 什么时候? 我那天自己去找你们 然后和你们一起过去 宋安 他沉默看了眼宋桥 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干什么 可是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培育画草的农女 可能在植物学界有点建树 但面对吃人的舆论 甚至是这件事背后的资本 我就是个喳喳 就算宋桥和我道歉 我也没办法阻止 不过你放心 只要他不再继续上蹿下跳 给我点时间 如果能把幽灵兰救活 所有舆论都会平息的 宋安听到背后的资本几个字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点头 培育幽灵兰的资金 宋家会负责 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说 不过我希望你能在网上和网友解释一下 就说 翘翘已经向你赔礼道歉 兰花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 给你点时间 你能重新把它培育起来 我摇头 我生性内向 不太喜欢和网友打交道 这就是拒绝的意思了 不过我保证不会出面火上浇油 宋安垂着眼皮 我继续说道 如果可以 我希望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不然也不会被你们教养出来的女儿针对 宋安眸光一闪 滴滴道 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让你嫁进秦家当豪门太太 也算是当哥哥的 弥补之前对你的亏欠 我等他们离开后才笑出声 也不知道宋安日后想起这句话 会不会觉得自己脑子有病 老爷子听见我笑翻了个白眼 还背后的资本不就是你吗 唐总 我 嘿嘿 唐董就别打去我了 至于宋安怎么想的 大概真的以为有人在背后搞他们吧 毕竟秦家最近有个地产项目在竞标 在每矿域下的地产行业 这个项目足够宋家吃两年了 竞争激烈 抓住这件事不放的可能是对家 也说不定 不过对宋家来说 还是有点可惜 因为这个项目是秦家和唐家一起合作的植物科技研究所 秦朝就宋家可能会参与竞标的问题 和我讨论过要不要给他们放水 或者第一时间把他们pass掉 我是一个好人 他们这么对我了 我也没说要在竞标上公报私仇 秦家宴会那天 我去了宋家 给我准备的礼服似乎是宋翘不要的 但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我白手 我可不像你 连名字都简人不要的 宋翘把手里的手机朝我砸过来 你为什么几次三番地针对我 可能是因为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吧 宋翘冷笑一声 把蓝色青纱撕开 不要就别穿了 你就这样去参加宴会吧 其实这正合我意 人靠衣装马靠安是不错 但有人本身就象征着全与世 而不是需要高定来衬托的人 如何高贵 下了楼 宋父问我 为什么没换衣服 我还没说话 宋孝开口 姐姐说她不喜欢这件 还生气把她撕了 宋母接过衣服看了看 望着我欲言又止 知怀 要是不喜欢 我带去你商场重新选 我摇头 不了 我就这样 也是可以的 可是宋父有些不耐烦 他想就这样 那就别管了 快走吧 等下去迟了 我耸耸肩 拿出手机问秦朝 你哥到了没 秦朝秒回到了 他正站在三楼的走廊上 盯着门口 嫂子 你快来 我哥要望眼欲穿了 我 呵呵 在这跟我欲情故纵 让他等着秦朝无条件站我这边 我也觉得让他等着他这样的选择是从无数眼泪里总结出来的 简而言之就是当我和秦楚年闹矛盾 他一定要站在我这边 因为他割脑羞成怒要收拾他的时候 我会帮忙拦着 还肯定能拦下来 如果他站在秦楚年那边 我说要收拾他的时候 秦楚年还会很没原则地被我怂恿着一起收拾他 车上一路无话 我和宋翘都在低头看手机 倒是没有发生其他矛盾 也不知道他是在和谁聊天 聊完还抬头阴阴地看我一眼 我 请不要把你要搞实的心思放在脸上好吗 我当没看见 低头继续骚扰秦楚年 你确定要和别家联姻是不是 那我决定不管你了 秦朝很快发来消息 我哥不知道收到谁的消息 看完就回房间了 我别管那个傻子了 宋家在圈里的地位大概是中等天上 属于被人讨好 但也要讨好人的类型 于是宋父宋母一进去就丢下我们去和已经来了的客人寒暄了 毕竟这次的目的在小辈那边 宋安看了我一眼 我带你去你们这个年纪完的圈子 那些人从小养尊处优 对人客气只是教养使然 别因为他们对你笑了笑就觉得他们好相处 有些人骨子里带着恶趣味 把人卖了还让人替他们数钱 宋安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大圈子里还有无数个小圈子 生意上的对家聚在一起 还得表面笑嘻嘻 心里慢屁 所以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圆润 主厅后面有一个偏厅 一群二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偏厅门一开都会转头看过来 他们的视线在我们三人身上扫了一圈 有人看宋安 有人看我 还有宋翘的小姐妹在朝他招手 宋翘突然拉住我 姐姐 我带你去和他们玩 我甩开他的手 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我们各有各的玩伴 我话音刚落 有人冲过来 一把抱住我 一个扎着双马尾的脑袋 在我脖子处孤勇 啊啊啊 堂堂你终于回来了 我约了你多少次 你数过吗 每次你都说自己没空 我好气的 真没想到你会过来 你不会是为了秦大哥来的吧 女生这一喊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我 堂小姐 三年不见了 堂姐 真的是你啊 我都不敢认了 三年了 你知道这三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 又一个大腿挂剑扑了过来 我 老子总和我说 学学你 我怎么学把退市的堂市重新上市 我老子都说他不一定能做到 各家的少爷小姐们 聚在我面前 揽着我的肩膀 哥俩好 必带我坐上主位 姐 堂姐 你终于回来了 听说堂市打算和秦市合作 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机会分一杯羹 大项目我找秦朝 他说 这个是他哥负责 他不管事 姐 你就不一样了 我手里握了点闲钱 想跟着姐姐挣大钱啊 我笑着摇头 新项目 新方向 能不能盈利 暂时还不知道 他们都明白 我这是在谦虚 如果两家巨头一起合作的项目都不能挣钱 那这个项目根本不可能存在 隔着热闹的人群 我看向还站在门边有些不知所措的宋翘和宋安朝他们露出一个笑容 宋翘身边跟着他那些好姐妹大概是新入圈子的和宋家一样根本不认识我有人问宋翘那个堂姐是你的什么人啊 连陪家和吴家的少爷小姐都叫他姐 宋翘咬着牙摇了摇头 宋安摁了摁他的肩膀 和那些人说 她是我妹妹翘翘的姐姐 我们怎么不知道翘翘还有个姐姐 之前他走丢了 最近才认回来 那宋大哥你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 圈子里有新贵和老钱之分 前者抱团 后者有选择的带着 前者中某些人玩百年亿或者几百年的底蕴 如同一条沟壑横在双方之间 新贵想快速站稳脚跟的话 最好先和那些老钱家族扯上关系 而联姻是最好的方式 这些姑娘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如果不想嫁给秦楚年 通过宋家的关系攀扯上我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很遗憾 我不会给宋安用我来卖人情的机会 看到宋家 我就记起了之前闹得沸沸扬扬那件事 现在想来 如果培育幽灵兰的人是唐姐的话 好像一切都对上了 所以 唐姐真的是宋家女儿 这是闹的 有人叹了口气 看着宋安问我姐 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做 既然是我姐 那就不能当个笑话看了 这位陪少爷家里前些年干房地产的目光长远溜得快 手里握着大量的资金 开始研发精砖技术 在智能机器人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当然 这并不代表他没法插手到房地产 现在地产败落成这个样子 他发个话 自然有人看眼色行事 我喝了口香槟 没必要 到底是我亲生父母 平常心对待就好 这话实说 不要特地为难 也不要说什么 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忙按张承来 我都不会说什么 陪少爷明白了 二郎腿一翘 看着走过来 却刚好听到我最后那句话的宋安 吃笑一声 有眼色的人才能做好生意 说实话 我并不觉得宋家后续会有什么发展 唐之怀这个名字 你就算不知道跟人打听 也可以在网上查查 当年唐氏被境外投资商针对 使唐姐联系了国头 力挽狂澜 才避免了破产 之后那些人教唆一群 却心眼地绑架他 这事也闹得沸沸扬扬 秦少还因此断了条腿 你们看在秦朝对他的态度上 也应该察觉到苗头 结果说到最后 陪少呵呵一笑 再也不看宋安 我不知道宋家人会不会后悔 或许会 但那和我没关系 世界上没有后悔要吃 还是那句话 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但我知道 宋翘一定不会后悔 在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他似乎更加嫉妒我 而他早就安排好的一枚棋子 也终于开始行动 我喝下一杯香槟之后 察觉有些不对劲 面前的服务员穿着黑色制服 身姿挺拔 相貌也好 这时低着头看了我一眼 我愣了愣 拿出手机 拨通了秦楚年的电话 我并不知道有没有拨通 只觉得天摇地晃 有人扶着我往楼上走 江流 我实在没办法了 谢谢你能帮我女生清理 我听出来是颂翘的声音 男声沉沉的 需要拍视频吗 可以吗 会不会对你不好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骂了一句 见鬼的 什么都愿意做 宋翘很快离开 不久 我发现有人在截我的衬衫扣子 我抬手挥了一巴掌 没什么力道 反而激怒了对方 脸颊一疼 让我恢复了些许意识 放了我 我会给你钱江流 把我翻过去 背对着他 你们有钱人觉得 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吗 这种方式对你没好处 我下意识去拿自己的手机 却没摸到 余光一扫 发现了地上的手机残骸 我闭上眼睛 有种当初被绑匪绑架的绝望 江流把裤腰拉下来 直接就要往里 对 看起来是想速战速决 我草 你他妈刚骂出声 江流倒在了我背上 我脑袋偏到另一边 看见秦楚年站在床边 一手捏着江流的脖子 把他拉起来 把人往地上一丢 极数枝的一枝 一下子踩在他脸上 接连抬起又落下 直到那张长得还算不错的脸 都快看不出人形了 我伸手拉住他 别打了 打死人了 你要为这样的人扎偿命吗 秦楚年转头看我 眼红得吓人 我拉了拉衣领 扒着他的手臂 幸好你来了 帮帮我 我有点热 秦楚年没动静 他僵直着立在床边 我晃了晃脑袋 你不会是想 把我丢给别人吧 阿年 秦楚年掰开我的手 俯身把姜流拎起来 他真的有好好进行康复治疗 这几步路走的 看不出他的一样 我看着姜流被他丢进卫生间 他很快回来 我躺在床上 搂住俯身凑过来的秦楚年 摸摸他结实的背脊 阿年温柔点 秦楚年俯着我的脊梁往下 嗯 不对不对 我在最后一刻记起一件事 但已经来不及了 秦楚年亲了亲我红肿的脸颊 怎么了 我听姜流和宋翘谈话 他们还准备拍视频 秦楚年回头看见了很明显的摄像头 第二天上午 我迷迷糊糊拉开腰上的手 起身去洗手间 被里面瞪大眼睛的人吓了一跳 秦楚年 我关上洗手间的门 回头喊人 秦楚年立马从床上坐起来 梳理了一下乱糟糟的头发 怎么了 你快把这里面的人弄走 我要上厕所 秦楚年很快把姜流拉走 出了房间 就看到靠墙坐着的秦朝 他生无可恋 哥 你总算出来了 秦楚年有种被听墙角的不自在 但他知道这里的隔音很不错 秦朝应该什么都听不见 而且秦朝在这 也不是为了听墙角 他脚边还躺着一个人 是宋巧 他鬼鬼祟祟凑过来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现在怎么办 秦楚年把手里的人丢给他 送两人去酒店 请几家媒体在外面等着 今天的头条行 秦朝比了个OK 正是说完 他嘿嘿一笑 哥 怎么样 我就说你 一直被嫂子吃得死死的 还硬要把人推开 小心嫂子跟你秋后算账 秦楚年冷漠道 不用你操心 行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秦楚年收拾好了自己 就站在床边看着我 我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怎么还想要秦楚年 别想了 你不是要和别人联姻 昨晚的事忘了吧 就当没发生过之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秦楚年见他不说话 我冷笑一声 继续道 如果你觉得吃亏的话 我给你开张支票 秦楚年垂下眼皮 我错了 我走过去捏起他的下巴 错哪了 都错了 是我自尊心作祟 总觉得不能给你幸福 我搭拉着眼皮看他 秦楚年搂住我的腰 将我带进他怀里 唇擦过我的脖子 有要擦枪走火的仙兆 我一把把人推开 这是没完 宋翘和江流的报道出来那一天 宋安找到了我面前 他独自一个人 浑身都散发着颓废的气息 恰恰这件事是你做的 他这话不像是疑问句 反倒像已经确定了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翘翘没有请媒体 看来他也知道宋翘做了什么 我找出那天在房间里拆下来的摄像头 砸在他脸上 对 没有请媒体 但他打算拍视频 宋安 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了 本来就单薄的血缘关系 没那么多事情能由着你们消耗 宋安看着掉在他脚边的摄像头 也顾不上鹅脚被划伤 他蹲下来把摄像头捡起来 在他来宋家的那么多年 我一直把他当亲妹妹 宋安 我打断他 我没兴趣了解你们的兄妹情深 希望你们不要再过来找我 至于那一纸亲子鉴定报告 就当他从来不存在吧 可是爸妈他们 我觉得他有点听不懂人话 宋父宋母拉不下面子 宋翘没这个资格 只有宋安被推出来低声下气和我道歉 所谓的亲情也不过如此 我喊来安保人员把人丢出去 以后不要让他进来了 接连出现绯闻 在秦氏的招标会上落选 日渐衰弱的大环境下 宋氏似乎已经没有了起死回生的能力 宋父来找过我几次 我也见了两次 最后的结果都是不欢而散 直到后来阳光正好的一天 我在公司楼下遇到了拿着匕首的江流 在不远处等我下班的秦楚年和他同时冲过来 秦楚年把我推到一边 匕首划破了他的手臂 江流很快被保安压制住 他看着我瞠目欲裂 都是因为你 不然翘翘不会变成这样 你该死 作为宋翘在孤儿院就认识的青梅竹马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田狗 宋家把宋翘赶出去之后 他把人接了回去 一天打好几份供养着他 现在因为他的几句哭诉 田狗开始杀人 以为我死了 宋家就能把宋翘接回去 继续过他大小街的日子 可惜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我看着受伤的秦楚年 突然想到那年他面对着绑匪的车也是毫不退让 我恨恨地瞪他一眼 你是傻子吗 三年前为了我断了条腿 现在还要为我丢命 我是什么 扫把星吗 难道是和你八字不合 秦楚年摸了摸我的脸 光天化日之下 亲亲我的嘴角 我没事 不管秦楚年有没有事 这两子算是结下了 我安排了国内最强的法务团队 把江流告上法庭 并追究宋翘的教唆杀人罪 虽然证据不是很充分 但使了点小手段 让宋翘亲口承认了 他就是想要江流杀了我 我不想和江流过那样的日子 哥都是因为唐志淮的打压 宋家才会变成这样 只要他死了 宋家会越来越好 你相信我 我都是为了你们啊 宋阿满脸失望 甩开了他的手 宋翘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宋翘死死抓着他的手不放 我都是为了你啊 经过一个月的官司 宋翘和江流都获得了一个铁饭碗 至于宋氏 被我用他们之前给我的两千万吊着一口气 我知道这口气不会再延续太久 但这是他们用宋翘换来的苟延残喘 我该满足他们 培育房内折断的根系 又有了生长的迹象 我回头看着不远处 秦楚年在陪老爷子钓鱼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怀孕七个月 老公的初恋找上门 当着婆婆的面 盛气凌人地对我说 我也怀孕了 徐凯让我生下来 我冷哼了一声 关我屁事 提了离婚后 我拿回了属于我的全部 徐凯穷追不舍地追了过来 跪下向我道歉 我错了 我笑了笑 道歉没用 你得去坐牢 怀孕七个月 我和婆婆在家里休息 就算怀孕 她也不肯放过我 一直在唠叨着老得不能再老的育儿 惊! 房门被敲响 婆婆磕了口瓜子 催促着我去开门 好像是送大米的 楼下超市大米马上到期了 打对折我买了两袋 我有些无奈 婆婆从老家过来照顾我 省吃俭用一辈子了 为了省钱 连大米都要买 放了很久的 有的大米生了虫子 她就把大米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不想再让婆婆给我上课 我只能挺着大肚子走到门口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女人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她的头发向后梳起 一个高高的马尾微微挑起 性眼面带着笑容看着我 我是徐凯的初恋高细柔 有什么事? 我皱了皱眉 对于这个阴魂不散的女人记忆深刻 我不止一次地在徐凯的社交软件上 看到过这个女人的名字 明知道对方来得不怀好意 我也只是站在门口看着她 并没有让她进屋 躺在沙发上的婆婆 听到了高细柔的声音 连忙扔掉了手里的瓜子 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 哟 高丫头来了 快进来 婆婆有意地推了我一下 让我离开门口 给高细柔留个进门的位置 我从来没在婆婆脸上 看到过这样的笑容 阿姨好高细柔 礼貌地打着招呼 进屋 就坐在了沙发上 像是女主人一般 高傲地看着我 婆婆用拖鞋踢了踢一地的瓜子皮 转过身 又习惯性地催促着 我把瓜子皮扫一扫 婆婆要面子 我不能在外人面前让她难堪 只能拿着扫把 清理着她吐了一地的瓜子皮 坐在沙发上的高细柔看了看我 转过身 握住了婆婆的手 其实我这一次来 是有一件事想告诉阿姨 我握着扫把的手顿了顿 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抬起头的一瞬间 正好对上了高细柔的那双眼睛 我怀孕三个月了 是徐凯的 她说 让我生下来 我震惊地看着高细柔 手里的扫把 在这一瞬间掉落在地上 发出的声音 吓了婆婆一跳 她皱着没回头 还在埋怨我 你做什么 一个扫把 都拿不住 阿姨 你别说林小姐了 高细柔的笑里藏着刀 一字一顿地说着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 狠狠地刺激了我的心脏 都说男人在女人怀孕期间最容易出轨 想起之前面对朋友的提醒 我信誓旦旦说 徐凯不是那样的人 真是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 高细柔站了起来 在屋子里走了一圈 视线最后落在了一旁的婚纱罩上 她带有挑衅意味地拿起婚纱罩 对我晃了一晃 徐凯 她不敢回来跟你们说 她已经在外面给我买了一栋别墅 我们就住在那里 不会回来抢你们住的地方 这点你放心 她哪来的钱买别墅 坐在沙发上的婆婆先是一惊 她厌恶地看我了一眼 又转过头 笑容满面地 看向高细柔 好像高细柔才是她儿子 名为正娶进门的儿媳妇 而我才是那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她儿子的情人上门来挑衅婆婆 竟然还对她笑脸相迎 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里做错了 竟然让婆婆这样讨厌 针对生孩子的钱我自己花 买房子的钱是我的日常开销 花的也是我的钱 就连徐凯也是在和我结婚之后用我的钱开了个服装厂 平日里对待婆婆 我也是虚寒问暖 忍气吞声 竟换来她的这般对待 有了婆婆的支持 来挑衅我的高细柔 更有了底气 她笑着放下了照片 阿姨 你可能不知道 徐凯的公司新接了一笔订单 赚了不少呢 她可厉害了 什么都会 高细柔的夸赞 让一向疼爱儿子的婆婆合不拢嘴 她随手抓了一把瓜子 又开始磕了起来 我们家小凯真有本事 目的达到了 高细柔得意洋洋地笑了笑 拿着包走到了门口 对了 林小姐 晚上做饭就别带徐凯的份了 她要带我去吃法餐 预定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才有位置 她的话音刚落 放在门口的手机就亮起了屏幕 我走过去拿起手机 是徐凯发来的消息 老婆 晚上有个大订单要谈 别等我了 乖乖睡觉 这一条看似普通的消息 在配合着高细柔的话 真是充满了讽刺 婆婆送走了高细柔 我转身回到了房间 泪水在关上房门的一瞬间 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和徐凯恋爱了七年 因为徐凯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把外公留给我的钱拿了出来 开了一家服装厂 而徐凯的经验不足 我只能辞了工作 和徐凯一起经营着这家服装厂 婆婆为了让徐凯一个人负责服装厂 每天都在说 女人哪会赚钱 在家洗衣服做饭就够了 怀孕后的孕期反应加重 我只能在家休息 渐渐把服装厂全部交给了徐凯 成了家庭主妇 一心一意地照顾孩子 照顾好这个家 现在他竟然用赚到的钱 我们的共同财产 给情人买了别墅 想想真是讽刺 我踉呛地退了几步 靠在墙上的一瞬间 忽然记起在结婚那天 婆婆喝醉了 迷迷糊糊地说 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因为我家里的条件好 徐凯可以少奋斗几年 她才勉强同意的 在一旁的徐凯 还在替她妈妈解释 她说 妈妈不喜欢的是姐夫 我闭着眼睛 房门被婆婆打开 她上下打量了我 语气有些不耐烦 去做饭我不吃了 你要是饿了 就自己做吧 我摸着自己 已经七个月的肚子 第一次拒绝了婆婆 那一天我听到了 这个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 那些脏话脏了我的耳朵 却脏不了我的心 五 我整理着衣柜里的衣服 把她们一股脑地塞进了行李箱 还没装满 我又把她们放回了衣柜里 我不停地让自己静下来 用理智去解决问题 现在徐凯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就算不计较钱是我出的 这些也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 把全部拱手让人 让高熙柔达到她的目的 冷静下来后 我把所有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 换了一身衣服 准备去高熙柔口中的那个法国餐厅看看 毕竟离婚的时候 想要徐凯净身出户 手里总要有些证据 我正换着衣服 婆婆依旧没有敲门的习惯 直接推开门走了进来 我知道你别扭 什么男人在外面有情人 是很正常的事 证明他有魅力 我揉了揉刺痛的太阳穴 坐在床边看着他 那公公呢 有这个魅力吗 婆婆气急败坏地踢了一下床边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好心劝你 我笑了笑 继续起身整理着身上的衣服 他都忍受不了 公公 外面有女人 又怎么会想来 劝我要大度呢 见到我没有要离开的打算 婆婆才离开了我的房间 徐凯不敢夜不归宿 不管多晚他都会回来 今天的他一如既往地 在凌晨一点回了家 刚刚走进房间 我就闻到了他一身的酒气 他穿着一身西装 躺在我的身边 双手环抱着我的腰 好像并不知道高西柔来过 老婆 宝宝有没有听你啊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 装作已经睡着的模样 他的靠近让我感觉到恶心 见到我睡着没有反应 徐凯的胆子更大了 他拿起手机 甚至用语音回着高西柔的消息 今天你穿的衣服很好看 让我一不开眼 我捏紧了在被子里的拳头 用力地咬着牙 这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 现在却让我恶心到想吐 回复了高西柔 徐凯心满意足地解开领带 走进了浴室 平日里时刻拿着手机的男人 在我睡着之后 也放松了警惕 把手机随意地扔在了柜子上 我睁开了眼睛 听到了水流声之后 从床上坐了起来 走到了柜子旁 徐凯的手机屏幕还没来得及锁屏 高西柔的消息一条一条地发了进来 我们的宝宝很健康 林晴可以给你生孩子 我也可以 甚至会比他生得还要多 别忘了告诉林 请你明天要出差 说得陪我不能食言 我想你了 你们离婚娶我吧 高西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模样 这样的女人我完全不能 把她和来家里挑衅我的高西柔联想在一起 我向上翻着他们的聊天记录 一条用一条露骨的话语 还有一些高西柔特意为徐凯准备的视频照片 这些聊天记录只让我感觉到恶心 为了留下证据 我颤抖着手 用手机录下了这些恶心的聊天内容 手机屏幕忽然按了下来 上了锁 我抿了抿嘴 在屏幕上输入了密码 显示错误的那一刻 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整个人仿佛被凉水浇透了一般 心凉得彻底 徐凯把手机密码换了 不再是我的生日 也不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徐凯从浴室出来后 我正坐在床边喝着水 见到我的一瞬间 徐凯明显有些慌张 老婆 你怎么醒了 我吵到你了 她是善于伪装的 但是她飘忽不定的眼神 还是把她出卖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 声音也有些疲惫 有些口渴 就起来喝了点水 徐凯刻意地坐在我旁边 挡住了我看着手机的视线 她伸出手揽着我的肩膀 在我的脸颊轻轻地落下了一个吻 辛苦了 等孩子出生了 你就不会这么累了 我咬了下牙 勉强地挤出一抹笑意 嗯 你的手机响了几声 快去看看吧 别是服装厂的事 徐凯表情僵硬地站起身 走向手机时 还在下意识地摸着脖子 没关系 服装厂最近生意挺好的 明天还要去隔壁市出差 恐怕要两天才能回来 我点了点头 之前在网上 看过一些关于说谎的微表情 抿嘴 眼神挑忽不定摸脖子 这些都是说谎时不自信的表现 偏偏徐凯全都占了 他看了一眼手机 嘴角轻微地勾起一抹弧度 我坐在床边 就这样看着他在我面前和高细柔调情 我不止一次地想 如果我把手机抢过来 直接揭穿他的背叛是不是更痛快 可我还是选择隐忍 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 现在揭穿他 和他吵架离婚 一无所有的事 我 最高兴的一定是高细柔 见我许久没有说话 徐凯再次走向我 温柔地摸了摸我的额头 早点睡 六 婆婆是聪明的 对于高细柔的事 在徐凯面前是绝口不提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对我也没有半点愧疚 依旧是要我做饭 依旧是要我刷碗 这一次我都拒绝了 我出去一趟 换好了衣服 我对着厨房里正在刷碗的婆婆 报告着我的行踪 她警惕地看了一眼我的手 见我什么都没拿 才放松警惕 我缓缓地关上门 插上了耳机 走到了安全出口 没过两分钟 婆婆那尖锐的声音就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小凯 你这找的是什么 老婆 才怀孕七个月就不做饭不刷碗了 还要我这个婆婆去伺候她 我们生孩子的时候 我怀着你还去种地做饭呢 我冷冷地哼了一声 对于婆婆挑拨离间的套路 早已经了如指掌 我听不清徐凯说什么 安静了半分钟后 婆婆才再次开口 你好好照顾高丫头 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林晴这边不用担心 大不了等她生下来 孩子就和她离婚 男孩我们留下 女孩就让她带走 对对对 反正她的所有财产 全部都有你的一半 我们不亏 我挂断了和iPad语音通话 将耳机折叠好 放回了包里 原来婆婆和徐凯 都已经计划好了我的去留 甚至连孩子的性别都有了计划 七 我和徐凯走到今天 和婆婆脱不了干系 她不止一次地 在徐凯面前挑我的毛病 听得久了 连徐凯都信我是婆婆口中的人 既然婆婆这么通情达理 我也想准备一份礼物送给婆婆 我打车来到了河边 公公喜欢钓鱼 每天一早就出门了 有时候也是很晚才回来 刚到这儿的时候 她钓鱼的时间还很正常 后来越来越晚 甚至夜不归宿 我猜出了几分 没想到真的在这儿看到了公公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 公公还是没有动 我才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起身刚要离开 从一旁的帐篷里走出来一个女人 女人看起来比婆婆年轻不少 穿着一条长裙 静止地走向公公 靠在她的后背上 两个人亲密地互相亲了一口 对方 我拿出手机抓拍到了这一幕 看着公公和女人亲密接触 我嘲讽地哼了一声 不知道见到这样的照片 婆婆是否还能劝自己要大度呢 我买了一张新的电话卡 将这张照片发给了婆婆徐凯 还有徐凯的亲姐姐 为了不让他们怀疑 我也给自己发了一份 随后将电话卡拿出来 藏进了包里 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 很怕错过婆婆上演的好戏 打开门 一股良意就将我包围 平日里舍不得开空调的婆婆 竟然把空调打开了 我看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的婆婆 又看了一眼 坐在一旁 气得不停深呼吸的徐薇 徐薇白了我一眼 林晴 你瞧瞧你 给妈气得 让你做个饭怎么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老人 我抿了一下嘴唇 向前走了一步 把手机递给了徐薇 姐 我收到了这条消息 急忙就赶回来了 我的话 让躺在沙发上的婆婆 瞬间坐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我 起身拿起我的手机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你是想看我的笑话 我的话 让躺在沙发上的婆婆 瞬间坐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我 起身拿起我的手机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你是想看我的笑话 我的手机屏幕出现了几条裂纹 我皱了皱眉 如果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婆婆 我一定和她拼个你死我活 妈遇到问题 应该解决问题 男人在外面有情人 是很正常的事 我学着婆婆的语气 可以压低了声音劝说着 许薇听后 目不可遏地站了起来 不顾已经怀孕的我 用力地推了我一下 抬起手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打在我的脸上 她的嘴里还在念叨着 滚 你给我滚 我踉跄了几下 最后靠在墙壁上 站稳了后 我缓缓地走过去 瞪着许薇 结结实实地还了她一巴掌 这是我家 该滚的人是我吗 没有想到我会还手 许薇愣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门外传来了指纹锁开锁的声音 徐凯皱着眉头走了进来 吵什么 还觉得不够丢人吗 我低着头冷冷地笑了下 如果觉得丢人 一开始 为什么要做对不起别人的事 不再是忍气吞声的 我彻底激怒了婆婆和许薇 见到许凯回来 他们也有了底气 而许薇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份 她站在原地跺了跺脚 声音也提高了不少 是你的老婆欺负妈妈 你不管 我帮你管 这么多年 婆婆和许薇在我和许凯面前演的戏够多了 我一直不说话 是不想这个家 因为他们散了 可这不代表我好欺负 我向前走了一步 一直手扶着肚子 露出了痛苦又委屈的表情 徐凯 平日里你也看到了 我怎么敢欺负妈 是我收到了 你爸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 我想要安慰一下她 我没有别的意思 徐凯拍了拍我的手背 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怒意 你先回房间休息 你们好好说 别吵架 我点了点头 扶着肚子走进了房间 房门关上的那一刻 客厅就传出来婆婆的声音 她撕心裂肺地骂着公公 又为了泄气 使劲地砸着客厅里的东西 我平静地坐在床上 听着外面的声音 此时此刻的婆婆 已经不是昨天劝我大度的那个女人 在丈夫出轨背叛的时候 哪个女人能大度 就算不离婚 这种背叛 也是在心里一辈子的阴影 婆婆的吵闹 让徐凯彻底烦了心 我打开门缝 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徐凯 始终在皱着眉头 她的手指不停地在手机上敲着 有些不耐烦地回复着消息 最后烦躁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里 起身走进了我的房间 我坐回了床上 看到徐凯进来时 连忙站了起来 妈 她怎么样 徐凯并不在意自己父母的事 搂着我坐回了床上 在我看来 她烦躁的并不是自己的父母 而是在这个时候 怎么开口和我说出差的事 她揽过我的肩膀 亲吻了一下我的脸颊 吞吞吐吐地说着 老婆 我是定好要今天出差的 去吧 家里有我呢 我扬起一抹笑意 打断了徐凯的话 徐凯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痛快地答应 她站了起来 一时间不知是该笑还是应该有别的表情 我在婆婆骂骂咧咧的声音中送走了徐凯 转身回到房间 拿着包走了出来 妈 我去买菜 我打着一辆车 终于追上了徐凯 她很着急地直奔目的地 路上甚至不惜闯了两个红灯 徐凯给高熙柔买的别墅是封闭式的 外人和外面的车辆不允许进入 我就这样被拦在了外面 看着徐凯的车在这里自由出入 没过多久 徐凯的车就从别墅里出来了 只不过和进去时不同 副驾驶多了一个女人 坐在副驾驶的女人不是高熙柔 我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一再确认副驾驶里的女人高熙柔是长头发 坐在副驾驶的女人却是短头发 我自嘲地笑了笑 睡在我枕边的男人 身边的女人却不止一个 我打车始终跟随在徐凯的后面 直到进入商场的地下停车场 短发女人看起来很年轻 下了车就挽着徐凯的手臂一起上了电梯 徐凯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受伤的母亲一直和身边的女人说笑 两个人亲密的模样 看起来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 我坐了另一个电梯 跟在徐凯的身后 在她和女人露脸的时候快速地拍下照片 徐凯很大方 她带着短发女人走进了一家又一家的奢侈品店 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 拿着我的钱去哄女人 我躲在角落里 死死地攥着拳头 恨不得冲上前去撕开这个男人虚伪的面具 我靠在墙上 一只手倾斧着腹部 从怀孕到现在 徐凯没有陪我去过一次医院做检查 每次让她陪我去 她都推托说服装厂忙 可现在 她却有时间陪别的女人逛街 我从口袋里 拿出另一个手机卡 换到手机卡后 将拍下的照片和地址 发给了高西柔 为了不和徐凯平分家产 我现在只能忍着这股怒意 可我又不想看到徐凯太过自在 那就让在家里傻傻等待徐凯的高西柔 来帮我出这口恶气吧 徐凯回家的时候 一直在躲避着我 为了不让徐凯怀疑我躺在床上假意睡着 看到我睡着了 徐凯才放心地躺在了床上 听到了徐凯的呼吸声 我才缓缓转过身 看到她脸上的抓伤 我并没有多震惊 反而低着头 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第二天的餐桌上 气氛格外压抑 公公婆婆吵了一夜 婆婆气不过 也只能忍下去 而怀孕七个月的我 却被婆婆忽来喝去地做着家务 饭碗刷完了 把地都擦一擦 那个花盆底下那么脏 你平时都不长眼睛去看看吗 妈 林晴她还怀着孕呢 有什么事你做不了 就等我顾保姆好吗 徐凯疲惫地从房间走了出来 她已经换上了一身西装 脸上的抓痕无法遮挡 依旧清晰可见 徐凯的话再一次惹怒了婆婆 我手里拿着抹布 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公公 又看了一眼气得脸上没什么血色的婆婆 这个家已经彻底乱了套 大家各怀心事 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运简单 放到桌子上 妈 检查结果出来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女孩 婆婆似乎不敢确定我说的话 反复看着运简单 她不识字 就只是在嘴里念叨着 怎么能是女孩呢 看了有一会儿 她相信了我说的话 急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这个女人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我们一家人伺候着你 你竟然怀了个女儿 我低着头 脸上却露出了微笑 我断定了婆婆的性格 她知道这个孩子是女孩 离婚的时候 一定不会选择要这个孩子 婆婆的声音很大 徐凯烦躁地摔门而出 我顺手拿起了一旁的包 追了出去 徐凯 等等我 看到我跟着出来 徐凯面露难色 我清楚地看见 她的表情有些僵硬 林晴 我现在很烦 我要去服装厂 今天的事情比较多 我故作委屈地低着头 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腹部 婆婆知道了这个孩子的性别 今天 我是没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了 我就去服装厂待一会儿 徐凯没有再拒绝我 她答应了 让我去服装厂 走出电梯的时候 我透过反光的电梯门 清楚地看到她在给高熙柔回消息 高熙柔发了很长的一串消息 徐凯只回了两个字 等等 我明知道今天徐凯一定要去找高熙柔解释 在这个时候跟随在她的左右 无非就是在阻拦她和高熙柔见面 进到服装厂 徐凯就一头扎进了办公室 我站在门口 透过玻璃窗户看着她在不停地打电话 我冷冷地哼了一声 明知道她的电话是打给谁的 趁着徐凯忙着哄 高熙柔无心关注我的存在 我去到了财务部里的会计 已经换了人 打开门的一瞬间 我才发现 这个女人就是那日和徐凯一起逛街的女人 女人见到我 微微一愣 随后笑着迎了过来 林总理解我 点了点头 视线落在她的名牌上 她叫郭琪 短发女人 始终很淡定 理解 辞职了 现在财务部由我负责 我打量了一下 放着口红和化妆品的办公桌 语气温和了不少 我想看看服装厂最近的销售订单 郭琪眨了眨眼睛 眼里流露出一丝的不安和慌乱 她转过头在看向我时 已经想好了拒绝我的话 不好意思 林总 没有徐总的同意 我这里的东西不能给别人看 这一刻我才知道 徐凯为什么舍得给这个女人花钱 她是想联合这个女人掏空我的服装厂 也是这一刻 我对徐凯的信任已经全面崩塌 我简单和郭琪聊了几句 便离开了财务部 在回徐凯办公室的路上 我换上了电话卡 将郭琪在服装厂工作的事告诉了高熙柔 回到办公室 徐凯看见我的一瞬间 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我笑着走了过去 财务部换了个年轻的小姑娘 我还想去找李姐叙叙旧呢 徐凯皱了皱眉 显然没想到 我会去财务部 她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起身走向我 一直手扶着我的手臂 让我坐在沙发上 李姐年纪大了 总是会出错 她自己选择了离职 我多给了她三个月的工资 徐凯的心思细腻 总是能把我照顾得很好 天热的时候会把空调温度调好 天冷的时候会给我准备好一杯又一杯的热水 连我的喜好都会记得清楚 可现在对于她的体贴我只觉得恶心 这样的体贴她给了不止我一个人 和徐凯聊了有一会儿 我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 徐凯的手机异常地安静 想必高西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小心地站起身 随便找了个借口 我去附近的商场逛一下 既然已经知道了是女孩 总要买些衣服吧 徐凯并没有阻拦我 而是从抽屉里拿出来一张卡 递给了我 手握着这张卡 我笑了 她甚至都没有说陪着我去逛一逛 只是催促着我快点去买东西 我答应着徐凯离开的路上偶遇了一个员工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让这个陌生的员工帮我这个忙 你们徐总让财务部的郭琪去一趟办公室 看着员工走向财务部 我心满意足地拿着银行卡走出了服装厂 刚打上车就看见高熙柔匆匆而来 时间刚刚好 高熙柔见到郭琪和徐凯在办公室里 会不会掀了徐凯的办公桌 我没时间去和高熙柔他们争抢徐凯这个渣男 比起抓奸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离开服装厂后 我并没有去买孩子用的东西 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都是我的宝贝 打车来到了李姐家楼下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号码 林总 听到我的声音 李姐还有些疑惑 李姐 是我灵情 方便出来聊一聊吗 好 听着李姐的声音 我松了一口气 她还愿意见我 就证明 她和徐凯之间不会闹得太僵 我不确定李姐是否会帮我 想要拿回服装厂 我只能试一试 在见李姐时 她满头白发 看起来比之前还要憔悴 在咖啡店的包间里 李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 林总 是我对不起你 我皱着眉头 对李姐的道歉满是不解 李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扶起了李姐 她却甩开我的手 坚持地跪在地上 口口声声要得到我的原谅才能起来 看着我迟迟没有说话 李姐缓缓开了口 郭琪是我的女儿 是我把她推进了许总的办公室 我只是想让她在许总那里得到一点钱 可我没有想过 她会帮着许总把服装厂的钱瞒着你转移到许凯的名下呀 我震惊地攥紧了拳头 想不到在服装厂最信任的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主动送到我老公的床上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吗 我没有对李姐说出原谅的话 她一开始的所作所为 也不配得到我的原谅 走出咖啡店 我久久都这样缓过来 靠在一旁的柱子上 我以为我会很好地处理许凯出轨这件事 可是一件一件地看清这个男人 逐渐地了解真相 我的心口还是会痛 在李姐的帮助下 我找到了许凯的私人服装厂 没有任何营业执照和许可证 她就把我们服装厂的生意转移到这里 等到服装厂的那些家底挥霍一空 她就可以直接来告诉我 我们的服装厂破产了 而她自己的私人服装厂 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只可惜许凯的动作太慢了 慢到已经被我发现了 她只顾着沉浸在高西柔和郭琪的世界里 全然不顾我对她逐渐消失的信任 回到家里 婆婆躺在沙发上 餐桌上放着刚吃完的碗筷 盘子里什么东西都不剩 婆婆起身瞪了我一眼 将手里没吃完的瓜子用力地扔在了我的身上 徐凯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东西 你爸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我低着头 看着这一地的瓜子 已经忍无可忍 再次抬起头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婆婆 您和公共教育得好 叫您已婚的儿子出轨 婆婆故意逃避公共出轨的是 她走到餐桌旁 将碗筷推在了一起 你马上就把碗筷刷了 别以为怀孕就可以逃避做家务 还了个不值钱的东西 还不老老实实地干活 等徐凯回来吧 我把手里的包扔在了沙发上 坐在单人沙发上等着徐凯回家 这样的家庭我受够了 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 以后会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婆婆也坐在了一旁 她翘起了二郎腿 一副看我能怎么办的模样 徐凯回来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她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拿了个凳子坐在了我的对面 服装厂的是那么多 家里也不消停 到底什么事 快点说 我冷冷地哼了一声 看着徐凯这副嘴脸 更加地厌恶 我冷冷地哼了一声 看着徐凯这副嘴脸 更加地厌恶 从包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 放在桌子上 我平静地开了口 我们离婚 房子归我 服装厂归我 孩子归我 听到我提离婚 婆婆心满意足地抓了把瓜子 她靠在沙发背上 随意地磕着瓜子 语气平淡地 好像在聊着别人家的事 孩子我们可以不要 房子和服装厂 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 要平分 孩子可以不要 我想象不到 婆婆说这句话时的云淡风轻 她不要这个孩子在我的意料之中 因为我说谎告诉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 如果是男孩 婆婆会不顾一切地和我争抢 只是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我和徐凯离婚 我站起身走了过去 一把打开了她的手 别在我的房子里嗑瓜子 弄脏了我的家 婆婆带着怒意站了起来 拿起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就迎塞进徐凯的怀里 马上和她离婚 孩子我们绝对不会要 你就一个人抚养这个赔钱或长大吧 徐凯抬起头看了一眼我的肚子 在她的眼里 我再也看不到曾经的温柔和爱意 现在的我 在她的眼里就像是用旧了的手机 她不再需要了 甚至有能力去换一个新的 就可以对我弃之不顾 徐凯没有一丝挽留 拿着笔在纸上签下了字 就按照你说的 孩子归你 房子归你 服装厂归你 看到徐凯痛痛快快地签了字 婆婆笑了笑 当初娶你 就是为了你手里的那些钱 这个破房子 我们也住够了 明天一家人就搬去高西柔的别墅哦 我稍稍整理了一下离婚协议书 又从包里拿出来别墅的购买合同 还有徐凯和高西柔在一起的照片 看到这些东西 徐凯微微一愣 表情僵硬地看向我 我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平静地把照片递给徐凯 还有高西柔住的别墅 是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买下来的 按理说应该分你一半 可你是出轨的一方别墅只能是我自己的 凭什么 婆婆气急败坏地走到桌前 用力地撕扯着我拍下的证据 我不慌不忙地看着她耍猴 任由她撕扯着照片 这些证据我没有留下辈分 怎么敢拿给婆婆看 徐凯看着我 声音也有些颤抖起来 林晴听着她叫着我的名字 我更觉得恶心 我拿出录音笔扔在桌子上 里面都是她和郭琪在办公室里做着恶心的事 徐凯慌忙地凑上前去 准备关掉录音笔 可她怎么也关不掉 只能将录音笔扔在地上 想要用力地把它踩碎 看着徐凯崩溃的模样 我的心里竟然没有一丝的波动 我冷着眼眸 收拾着桌子上的东西 婆婆已经被我激怒 她眼看着徐凯拥有的东西 一点一点地给回了 我彻底失去了理智 她拽着我的衣领 声音也提高了不少 林晴那个别墅 是我儿子用自己的钱买的 你凭什么要全部拿走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你凭什么拿走 婆婆之前一直在老家种地 力气也很大 被她推丧得我险着摔倒 她丝毫不顾及我肚子里的孩子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她的房子 她的别墅 她的钱 我和徐凯心知肚明 这些东西 有哪一个一开始是他们的 为了自保 我只能推开它 阿医生南韩女孩已经不重要了 她是我的孩子 以后姓林 和你们许家没有任何关系 婆婆冷哼了一声 赔钱货 我们也不要够了 在一旁的徐凯烦躁地踢了一下茶几 她愤恨地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着 原来你早有准备 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准备得还不够早 如果一开始就和你签下婚前财产公正 我也不至于会损失那么多 徐凯咬了咬牙 拿出手机开启了录音功能 好林 请你 我心知肚明 一开始和你结婚就是为了钱 现在这些东西你都拿走 以后我的东西和你再没有任何关系 我垂下眼眸 看了一眼徐凯的手机屏幕 我忘了说你的私人服装厂收入很高 你别忘了 出轨的一方要净身出户 请你自觉一点 关掉那个服装厂 把钱都打进我的账户 话音落下 我静静地看着徐凯 再也没有移开我的眼睛 我清楚地看着徐凯 从自信满满到绝望崩溃 他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我站起身 把东西都放回了包里 看着徐凯 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 请你和你妈妈明白 出轨后的净身出户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整理你们的东西 一个小时后 在这个家里 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我还没走出房门 婆婆就过来抱住了我 她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开始以老卖老地祈求我灵情 我们是一家人 你不能让徐凯一无所有 她可是你孩子的亲生父亲啊 我握着包带 伸出手拨弄下去 婆婆的手 阿姨这招对我已经不好用了 还有我忘了告诉你 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你和徐凯也不是 婆婆和徐凯被我的话惊住了 他们纷纷看向我 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我不慌不忙地换着鞋 和爸爸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才是你的亲妈 而你妈妈的孩子 在刚出生的时候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说完要说的话 我就离开了这个房子 再过一个小时 我就和这里的人告别 开始自己和孩子的新生活 按下电梯的时候 房门突然被打开 徐凯已经焦躁地脱下了外套 跪在我的身前 老婆 我错了 我是被他们勾得迷失了自己 我是爱你的呀 我用力地吞下徐凯的手 想起他这只手 不一定碰过什么恶心的东西 我嫌脏 一无所有的徐凯 接受不了自己的落魄 他不停地向我求饶 已经不顾自己的脸面 老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已经道歉了 你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呀 我笑了笑 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走了进去 看着跪在地上的徐凯 我摇了摇头 徐凯 道歉没用 你得去坐牢 来平静 你不领导 你不领导 要不要 我不领导